字幕志愿者 杀 能看到吗 字幕志愿者 杀 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兄弟姐妹都很多 景色也不错 字幕志愿者 杀 你们这说什么 什么节目效果什么玩意儿 你去淘气阁进货了吗 我下午去那边开了个会 我看他们正拍卖的 我就没没进去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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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一个小说作者用 你以前的直播内容写小说了 啥直播内容写小说了 今天贼困 谁送礼物了 感谢阿靖兄弟 阿靖不光送礼物啊 昨天好像拍卖的时候一个人拍了十多件吧 是不是准备开店进货了 教主问你答应他的饭呢 啥饭啊 天猪又包场了 好好好 那个各位衣食父母 大家晚上好 一天没见 很是想念 今天晚上呢 前面回来了 我还没回来 昨天刚问完 就这几天吧 还没回来 别催我啊 那不是你爹 他回来了也没给你继承衣战 好吧 节目该做的时候自然会做 也不欠你的 别老他妈问 关注微博就完了 那个 我现在放弃工作去旺哥那合适吗 兄弟你以为你想放弃工作 旺哥那就收你啊 报名的人我问了一下 总共收到六十多封 不到七十封的求职信 从里边选了六个 有两个应该已经上班了 已经开始 就是到北京了 不是什么你放班 你去人就要你的 那有要求的 那有要求的 这还是多选了 正常可能就要三个人 四个人 呃 今天讲什么 我没有特别去准备啊 你没有什么想听的吗 但是今天还是那句话 呃 开学了 开学了 不白搏 不干唠嗑 找点干货 为什么戴两个项链 因为这两项链挺搭呀 旺哥让我去 旺哥让我去 我妈不让我去 那那你就别去了 兄弟 你妈不让去就别去了 好吧 听你妈的 呃 想听什么 如何提高什么 我课都不上了 来看你直播兄弟 那课本来就不用 也不是不用上啊 就这个点了 上啥课呀 兄弟七点多了 吃饭的时间 今天 哎呀 我今天我想讲什么呀 今天 肚子里东西太多 你没有啥 你先这样吧 先不说讲不讲课 我先看看大家到底想不想我 除了刚刚那个阿静以外 有没有兄弟 来个头条 来个礼物 啊 飞机大炮之类的 这我自己发个头条 兄弟们 把那憋药给我一下 准备了一万五拍手机 我的妈 那手机哪有一万五啊 我帮你们确认好了 22号回来以后 我买十台 好吧百分之百有货 那货人家给我留着呢 我不拿谁都不敢拿 那个 等一下 我先发个头条 谁有三个爱你万年 或者飞机的 兄弟们 有的走一走 注意保温抢温老 我知道啊兄弟 我今天穿的有点多 今天今天穿的挺多的 有没有哪位衣食父母 贵族土豪 啊 张力出手的兄弟 啊 感谢地大军六宝的一个爱你万年啊 感谢还有哪位兄弟们 这两天 礼物咋多呀 还是不想我呗 我是陶豆豆 感谢陶豆豆 感谢陶豆豆 谢谢啊陶豆豆的银河战机 陶豆豆真的是够支持咱们的 天天卡卡送 哎呦二宝不容易啊 感谢首播 感谢首播 啊不是赶上首播 平时都是中间或者晚上进来 二宝今天别走啊 今天就冲二宝在 真的我讲点干货 那我今天不知道讲啥 二宝有有有飞机吗 或者那个啥的 能全平台能看到的这种 稍微走一走 把人气往上干一干 感谢我二宝兄弟的烂漫花火啊 这就叫有求逼应 真的二宝改名吧 别叫二宝了 叫有求逼应吧 好吧 讲解八字 八字讲的话你们听不懂 而且学了以后没有用 知道吧 那个东西真不是说我讲了 你听了以后马上就能用得着的 那个需要很多的实战经验 明白吧实战经验 这就跟平时看片看视频 到实际操作的时候 跟这个肯定会有区别 一个道理 讲讲猪肉为什么涨价 说说涨价的原因很很简单 很简单啊 一个是猫一战 一个之前因为那个 大家都知道我死了好多猪 啊 这些原因都道致 就物以稀为贵嘛 一个东西少了 一个价格就会上涨 成本高了就会上涨 养猪的相关配套的成本上涨 猪肉就会上涨 就这么简单 好吧 但猪这种东西 说实话上涨也应该不是一个长期的 这个猪这东西 毕竟容易大量繁殖 容易大量繁殖 而且猪这个东西 尽情都能繁殖 尽情繁不繁殖 反正猪聪不聪明 咱也不重要 吃猪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说看看这猪聪不聪明在吃的 感谢我GF这两天的这个疯狂的赠送礼物啊 感谢兄弟长期的支持 第二套直播的时候 我看你也一直在那啥 签单 谈客户喜欢听 啥意思 美国UFO的视频看了没 讲讲外星人 UFO的视频 我看了啊 这是美国官方第一次承认 那个也不也不叫承认吧 就是 反正目前说了一句话 就是这个UFO的移动速度和这个东西 目前人类的科技应该是达不到 哎呀不然这样吧 讲外星人你们听吗 我要讲的话我就好好给你们讲 但我这外星人讲完了 你可能会怀疑人生 我怕我讲完了以后 你会觉得说你在这地球上待着 你可能有点烦躁 一般我不敢讲 洗脑能力极强 这是经过了大量研究 问过好多专家以后 我当时总结的一套外星人理论 就外星人到底是哪来的 外星人是谁 外星人跟人类什么关系 人类是怎么回事 想听吗 想听 卧槽 我这个 这个讲时间有点长 这估计最少的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感谢队A那个 我看队A的 这是哪位兄弟 折子细狗 不动 感谢兄弟 三盖 讲讲外星人修仙 其实外星人跟人类我给你解释了修仙的很多东西都解释了 想听吗 兄弟 想听热闹热闹 免费的礼物有的刷一刷 有弹幕的弹幕走一走 有那种真金白银的礼物的帮着房间长着人气 这种东西我就讲一遍 以后也不能讲 我在全民几年都没有好好讲过 因为有些东西我说真的我知道是知道 你知道吧 因为那个包括那个51区我都去就是去美国的时候其实都参观过 因为那个那个如果有人带的话是可以进的 其实很多世界国家跟外星人早期都有接触过 只不过文件文件相关的这些证明可能说没有允许去透露 那就定了 那今天就讲外星人吧 好吧 既然这个最近正好有这个热度说这个美国承认啊 说这个发现了UFO什么这些东西了 然后大家的呼声也比较高 然后听我讲完这个以后呢 大家可以说在自己烦恼的时候 觉得说这个社会生存很难 然后活不下去的时候 想一想自己有可能不是来自于这个星球 这样的话大家心情可能会好一点 而且听完我今天讲以后 大家可能会知道为什么你平时生活那么累 为什么每天要搬砖 为什么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你每天要去挣钱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看不起你 为什么人有生老病死 为什么人有七行六欲 为什么挣再多的钱最后都带不走 死的时候你什么一样都带不走 好吧 感谢just for一大堆东西 兄弟来一万年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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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外星人交警管不了我 真的假的兄弟 你敢公开的发微博 去指责去at交警吗 最近你看我看群里面在发 有一哥们是怎么着 是个卖房的 然后那个因为莫名其妙打电话骚扰人 然后人家报警了 警察加的微信 他加了以后各种给人来个rap 什么在你头上爆扣什么 乱七八糟 然后被拘留了五天 被拘留了五天 兄弟我跟你讲 然后今天不是还有一个新闻吗 就是有一个湖南卫视 芒果TV签约的一个 也不叫女星吧 就是一个对女妻女妻 然后在那个认为自己好像是个名人什么的 在那个过那个安检的时候 那个高铁 然后跟工作人员发声各种口角 然后戴着手铐的时候 还说什么让交警帮的穿袜子 说什么他穿不了五千块钱的鞋什么的 结果被拘留五天 然后并且道歉了 那以后肯定就封杀了 不用看了一部剧都拍不了了 好吧 唯一一个可能可能是出台做小姐 然后拿那个视频给大家说 大哥你看 你看我当年多狂就冲这个 你不得多给我五块钱吗 啪一大嘴巴子 就属于这种 好吧 所以人啊 这个社会真的 唉 算了我不想谈这个社会了 既然说今天聊外星人 那就给大家讲讲外星人 好吧 我先问一下 房间里有没有觉得自己是外星人的 给我打个1 我想我从哪先开始讲啊 如果今天要讲外星人的话 我先讲讲 外星人可能在哪吧 好吧 这个东西 不管有的东西 你可能从书上看到过 有的东西 你可能从电视上看到过 但是像这么详细的 总结好的这个东西 一次讲出来 而且带娱乐效果 应该你在别的地方是没有听过的 那么今天是周 周三 其实应该放的周末 讲人多 但是大家既然想听 好那就放在今天了 9月18号 外星人的秘密 就要被 企鹅电机五个四 这个房间揭秘了 但是大家听完这个以后 不要去外传 知道吧 不要去外传 因为这个毕竟属于国家机密 你透露出去以后 我说真的啊 那个你就可能会 有生命的危险 而且世界各国的这个领导人啊 其实很多人都盯着这个直播间 因为这个直播间 我们经常会第一时间报道一些 可能说这个 呃 全球机密的这么个东西 好吧 基地命令我带嫂子回去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个屁啊 嫂子还真的值得研究研究 嫂子可能国家的飞节动力有关系 好不好 跟飞节动力有关系 呃 首先是这样啊 兄弟们你们认识外星人从哪来 我先问问你们 你们觉得外星人如果有的话 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的科技发展了 我们的天望也静也还可以 我们能找到九大行星 甚至十大行星 然后我们整个太阳系探索 虽然我目前对所有人类 所知的是整个宇宙的大概5% 啊有95%的这个物质 还有其他的这些东西 我们不知道啊 这里边可能 宇宙的这东西我不讲 因为讲深了以后 可能会牵扯到暗物质 这个东西物理学还没想明白 我在这讲的话有点太太膨胀了 有人说从魂底 从海底来 有人说从云土来 有人说从宇宙来 从别的行星来 兄弟 首先我想告诉你一点 你有没有听过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做 好吃 哎 不是 叫什么来着 跟外星人有关的 对 叫 众里寻他千百度 猛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听过不 听过这句话不 兄弟 这就是说外星人的 为什么呢 我实实话实说 就是就我的这个理解 和我个人的推测来说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推测 没有科学的认证啊 当然我会给大家系统的 就讲一讲 如果我记得不清楚的 或者错了的 兄弟们可以纠正我 如果有专门研究外星人的 可以跟我PK一下 关于之前外星人的传说 我就不说从人类文明开始讲起了 因为那个时候大雨治水啊 什么这个山海经啊 这些东西我在全面有讲过 今天讲点新的 我理解的外星人 其实并不在我们的银河系之外 宇宙外面到底有没有 像人类一样的智慧生物 这些东西是未知 但是我个人理解的是 外星人其实应该就在我们很近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外星人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但我们始终在监测宇宙的整个过程之中 你无法观测到外星人 因为我们一直在往外寻找 但我没有往内找过 或者说我没目前的科技没有能力去往内找 什么叫往内找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地心学说 什么叫地心学说呢 就是早期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 但是我们一直不知道我们地球的核心部位 我们的中心它是实心还是空心的 目前主流的观点有两派 第一派认为我们地球是实心的 为什么地球是实心呢 它有两个论证 第一个论证叫做地震波论 就是我们从地球异端发生地震的时候 这个地震波不光会在地球的表面去扩散 我们推测地震也是根据地震波 同样我们还有一种科学的观测 就是地震波也会往下传导 那么觉得地球里面没有生物 觉得地心中间是实心的科学家认为 地震波从一端地球的一端 然后监测穿过地心 然后来到另外一端的时候 地震波感觉并没有被分散 这就跟我们看这个墙是不是实心的 我们可能敲一敲 如果听到空心的声音 我们就知道这里面可能埋着有尸体 这个小时候学的大家都知道吧 你们上的小学跟我不一样 对对对我小时候主要研究这个的 怎么埋尸体 然后 但这个东西我不去太多的去说啊 那么目前我先给大家一个数据 你们可以听一听 全世界有没有人知道 我目前能够往下挖 就是我想看地球的里面到底有什么 我想看今天地球到底吃的什么 我必须得知道它核心是什么 我们人类目前的计算 我们往上飞 已经可以飞出宇宙 可以飞到月亮 目前还不能到太阳 因为太阳太热了 知道吧 这个去不了 我们往下最深 目前世界记录是多少 俄罗斯一万米 大家都知道 具体给大家说一下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全世界最深的地洞 在俄罗斯 总共12公里 12公里深 相当于多少米呢 大家可以自己换算一下 好吧 我记得数据是12公里 如果说错的话 纠正 但是12公里我们才挖了地球的多少呢 地球的总深度6000公里 12公里是6000的百分之多少 大家可以去计算一下 为什么挖不下去 不是说地表硬度的问题 严实的问题 而是因为热热量的问题 这个热度 我们人类已经承受不了了 机器的操作 包括无人系统等等那些 已经没法再往下挖了 我们之前听过很多 关于比如我生活在北京 就有很多传说 比如北京有个锁龙井 之前我给大家讲过 说日本到这儿 发现一口深井 然后有一个锁链 然后一直往下拉 一直往上拉 拉不到头 最后听到了好像地狱的呼喊之声 龙吟之声 结果吓得日本人没动那个 听过吧 但事实证明那口井底下 那是因为它 那口井是这样的 它下面连接的地下水 连接到了地下河 所以它下面的这个深度是 直接可以连到地下河流的 然后发出的这些声音等等那些 这个我们不谈 我们今天就谈外星人 那么我个人认为 反正经过我自己的这些 看的书啊和推测啊 我相信地球 不管它的内部中心是空的 或时心的 但我相信有可能地心人类 有可能在地心进化来的 或者我们人类 本来是生活在地球的表面之下 外星人我也相信 生活在地球的表面之下的 那表面之下就通过什么呢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海洋 飞碟可以直接从海洋出来 也可以直接从地表出来 早期再告诉大家一个数据 除了说世界上最深的这个洞 有12公里以外 地心整个的深度是6000公里 那我们目前肯定 人类的科技是达不到的 发明这个地球空洞理论的 这个人叫哈雷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到过 你们听过有一个叫哈雷彗星吧 我说的这些你可以上网查 你当然说错了 你可以纠正我 哈雷是一个科学家 哈雷彗星是以他命名的 哈雷曾经提出一个理论 叫地球空洞理论 他认为地球的中心 有一个像我们人类 现在肉眼能看到的太阳一样的生物 就是这样的一个星体 或者说一个发光发热 自己做的这么一个太阳 那么围绕在这个太阳的周围 地心的这个周围 生存着很多我们人类 现在没法理解的生物 我们生存的这个区域叫地表 地表也有一颗太阳 就是银河系的那个太阳 所以有两颗太阳 这是哈雷所提出的理论 当然有很多科学家就否定的 但我们不管 那么同时世界上还有一个 在我在我之前的小说里 其实有写过 你如果说地球真的中间是空心的的话 那么首先有一个东西你要知道 它一定要有个入口或出口 里面这个地方也是需要空气的 要不然人是不能存活的 或者说它也是需要有一个 能进能出的地方 这样飞碟才能够出来 这个东西在很多年以前的 前苏联网上有一个视频 我建议大家感兴趣的可以上网搜一段这段视频 前苏联的科学家在南极勘探南极的时候 曾经发现过认为是地球出入口的地方 明白我的意思吗 据说这个地球真正的气口 就是地球跟我们人类一样 是有两个鼻孔的 这个鼻孔但是比较远 他这个人属于叫八串鼻 就鼻子两个鼻孔是分开的 一个在南极 一个在北极 甚至如果你在国外能够使用谷歌地图的话 你可以搜索一下就地球气孔 或者地球这种的 谷歌地图上也有人自认为 在南极或北极找到了地球的气孔 网上那段视频 我记得在观看的时候 因为当时的拍摄的这个东西 说真的他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很震撼 就是一个巨大漩涡一样的洞 他把周围的一切东西全部吸到那个洞里 然后他每过一个阶段 有可能过一个月两个月 他这个气体又反向的又出来 就像我们鼻子一样可以呼吸 但是我们人的一吸一呼 每秒钟 每分钟多少次呢 我们人的一吸一呼 每分钟18次 我们每分钟呼吸18次 跟海岸拍 跟海拍击海岸的这个频率是一样的 这是为什么人在海边的时候 能够感到放松 比较容易入睡 这个我上次讲过了 那心跳72次 好吧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的这个 如果地球也是有生命 他会呼吸的话 那么他每吸一下有可能是几个月 呼一下是几个月 这个具体的规律我也不说了 因为没法去认证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认为说这个有生物生活在地 就是地壳中心 外星人为什么我认为他在地壳中心 紧接着我来给大家提一些我认为的看法 首先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两天 如果你有关注那个陶 那个陶器哥的那个拍卖的话 你就会知道 经常有拍卖一个东西叫做蒙马牙象牌吧 就是当年的蒙马象 已经死了 绝灭了 它的象牙现在做成各种制品 那个是允许买卖的 象牙是不允许的 但蒙马的是可以的 因为那个物种 它变成化石了 它是可以的 对有人说长毛象 但是你为什么会觉得蒙马象是长毛的呢 首先我问一下 你们理解的蒙马象生活在什么地方 冰川时期对吧 冰河时期 他生活在什么地方 有人知道吗 我看了弹幕 我们看动画片也好 我们看书也好 告诉你蒙马象生活在冰川时代 其核心原因是什么 什么北极啊兄弟 冰河北 他生活在西伯利亚 为什么生活在西伯利亚呢 因为我们对于蒙马象已经 那个传话的回去先死个妈 好吗 后天死个爸 再后天全家死绝 小知识你爹你来着传话 赶紧给我滚啊 这马上一年都快过完了 不怕诅咒你啊 跟大家说一下啊 那个蒙马象 我们现在人类对所有蒙马象的这个理解 是因为我们发现的蒙马象的这个骨架和化石 他发现 最早的发现地是在西伯利亚的冰冻层 因为那个地方是冰川 在早期的冰河时期非常的冷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去推测 蒙马象一定是长毛 毛非常非常的长 皮肤非常非常的厚 啊 然后他是作为这个东西 然后生活在那个冰川 再跟我提小知了 你全家给我死 好吗 你全家给我死 我他妈这讲东西呢 你哥们说你妈呢说 是来源于这个生活在西伯利亚的冰层 呃 但是这个里面啊 就是近些年的这个专家 有一点东西可能你们不是特别的了解 其实这上次在拍卖这个蒙马牙的这个化石的 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就在说 我们专家根据这些化石 然后通过DNA的这些发展 通过我们科技的这个提升 发现到一个人类近期才知道的事实 就是蒙马牙蒙马的这个东西 他突然死亡被冰冻在这个冰层里面 但是推测在他的胃里面 在他的这个骨头能够找到的这个含量里面 他生前所食用的东西里面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无法解释的 他的胃中残留的大部分的分子结构 他们经过化验 是热带水果 你们可以上网查 兄弟你们可以先解释一下这一点 热带水果 如果蒙马像真的生活在这个西伯利亚的 在冰河时期 他生活在世界上最冷的地方 在冰川的地方 他为什么他所有的这个骨架 化石之中 他里面都是热带水果 有没有人知道这一点 感兴趣的可以上网查一查 而且第二点 蒙马像被归于在现在 我们能找到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是什么 大象 认为蒙马大象也是说这个蒙马像进化 或者说他的种族 然后分分分下来 就是蒙马像认为是所有大象的祖先 这个有听说过吧 但你发现过大象居住在任何寒冷的国家 或者城市或者这种区域吗 没有 所有的大象都习惯生活在热带地区 非洲 对吧 然后包括一些这个三亚 对吧 泰国 我不打游戏 我再说一遍 我不打 好吗 别他们刷了 我是一户外主播 啊 所以兄弟们就是基于这些发现的 那我先问一下 西伯利亚这个地方那么寒冷 然后大象死亡的时候 为什么他的胃里面全部都是热带的水果 那个地方根本没有说热带的水果 他怎么能够生活在那个地方 感谢二宝的三盖尼万年 欢迎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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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呃 这个东西啊 有专家去推测有几个传说 我们姑且光他叫传说 感谢我包华的三盖尼万年 感谢来的有点晚啊 今天有人说想听外星人 今天我主要讲讲外星人 好吧 这个外星人我只讲一遍 之前没讲过 既然今天到这说讲干货 就肯定去那什么 呃第一点 就是有可能以前的地球 我们已知的地球 其实是大部分时间是寒冷的 稍微热一点 就会经历一个冰河时期 稍微就会经历一个冰河时期 但也有一个可能 以前在某个时代 我们的地球曾经很热 所以 那个时候存在蒙马乡 他能够失来热的水果 那他为什么突然死亡呢 突然冰河时期的到来 突然变冷 他被凳死了 本来很热的地方 一瞬间一个月时间长 突然变冷 这是一种 但你们自己看 这些可能性 你们自己去看这些可能性 好吧 第二点 叫做磁场互换 就是认为说地球上的磁场 其实南北极是一直在换的 因为西伯利亚其实这个地区 是之前赤道附近 突然一转 他可能变冷了 反正大概意思都是说突然死亡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我个人比较认可的 就是蒙马像这种动物 很有可能 他本身并不居住在地表 他就是居住在地心 地球中间的核心生物 是被外星人或者居住在地心的人 当做宠物 或者当做猪肉牛肉一样 去养殖的 包括现在他每天开餐 今天做的是 红烧蒙马像 清蒸蒙马像 突然有一天有几只养殖的蒙马像 两个人或者几十只想去探险 互相一伤了 那怎么办呢 咱们就去那个没有去过的那个地方 结果一溜的走到了那个地心的出口 轰一下被传送走了 结果一出来蒙逼了 为什么身上一点毛没有 这怎么这么冷啊 一看冰河时代 地球地表太冷了 哎呀妈呀 我没戴外套 我没戴皮楼啊 来不及了回去 刚要回去还没接着 没过几秒 撑全凍死了 肚子里还刚刚吃饱的 热带水果 然后被冻上了 我个人觉得这是最科学的 有人说我在吹牛鼻 兄弟我紧接着告诉你 我说的这些是得到过美国非常权威的某一个人 他亲口复述 包括他日记里有写到的 如果不相信的话 一会儿可以去查 好吧 然后我们现在这么多年 我们都在用各种理论去说 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我们是智慧的最高物种 食物链最顶端 这个宇宙找了这么多年 发了这么多的信号 往宇宙发了这么多的东西 为什么没有外星人回应我们呢 为什么没有外星人回应我们呢 因为外星人很有可能 或者外星人其实就是我们地球上某一个之前超级文明的这种种族 他们由于很多原因决定迁移到地表中心去居住 然后离开了我们现在的地表 所以我们往外找是找不到的 往内找我们的科技含量达不到 我目前没说我们最深的地洞只能打12公里 但其核心有6000公里 所以这一切都是未知 在那个地方反而是最安全的 他们可以时刻观察着我们 但我们不会被发现 也就是说真的 我现在站在这随意大小便 他们有可能一种技术 现在下边这我一个人正看 哎你看 这就是现在地球上我们养的小宠物 这个叫人类 你看到那两个蛋加一个后腿肠 你看到不 你吃的那个早餐 哎 他们用这个东西做排气 这都有可能 懂我说的意思吗 这真的都有可能 我为什么说这个UFO有可能住在地下啊 我跟你讲一下 因为之前有可能说我们人类说住在这个 就是说这个更高的这个文明 因为兄弟们你们听说亚特兰蒂斯吧 这个是在古书上有记载的 其实我们现在或多或少能找到很多的说人类 我们地球上我们不是唯一人类文明的这些 记载一会我会专门讲人类这一块 那我现在先讲外星人这一块 亚特兰蒂斯传说是一个之前文明度极高的这个国家 我们在很多特别古老文明的壁画上 我们看到有这种就是雕塑 和这个壁画 有这种像埃及一样的人 手上戴着像iPhone握持一样的手表 手中拎着一个帮 然后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来记载着 可能包括埃及的这个玛雅文明大家都知道吧 玛雅文明就是说可以当时地球上什么特先进 然后可以预言未来 玛雅文明的这个书里面有很多的文字是超现实的 就是你能看到有画着像飞机 画着像我们现在开的汽车一样的文字 出现在他们的文字里 但我们现在破解不了 其核心原因是什么 这个语言文字人类已经没有办法学习了 因为当时玛雅文明我们知道的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 只有祭司级别的人才有学习文字的权利 平民干活的人 这80%的大众人是没有资格学习这种像型文字的 这些祭司本身就少 再加上这个种族突然灭亡了 所以没有人能破解玛雅文明的文字 亚特兰蒂斯有人说存在海底 有人说存在哪里 但我们能确定的是之前有一个亚特兰蒂斯这种高度文明的国家或城市 他在一夜之间覆灭了 没有了 那他们是不是外星人 或者他们是不是真的从地上转到地下去了 这个也不值 紧接着我跟大家说 刚刚是我吹牛的那些 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个人叫理查德伯德 理查德伯格 叫什么来着 理查德伯德 应该是叫伯德 你们可以查一下 他是一个当时美国海军的少将将军级别的人 不是理查德米勒兄弟 理查德伯德 兄弟们可以去查一下 好吧 他自认曾经真正见过外星人 而且他们是生活在地下的 我先讲一下理查德伯德是谁 他是第一个飞越南北极的人 人类中第一个飞越南北极的人 第二南南极现在的科考站门口有一个理查德伯德的像 是他建的南极科考站 没有他没有南极科考站 这个如果去过南极或者你随便上网查 都能够听到 当然我只是一种假设 我下面说的这些东西是真实发生过 包括有人说世袭大伯格 说我也遇到过 你遇到过啥外星人 你可真厉害 好吧 美国又说发现UFO 兄弟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今天我们讲一讲这个UFO 好吧 南极现在的科考站就是用这个伯格的伯德的名字去命名的 这是真事 然后据说还有一个更神奇的是什么 他本身是光明会的高级会员 光明会是干嘛的 感兴趣下次再给你们讲 你们也可以自己上网查一查 光明会不是一般人你想进就进的 他们吸收的都是在某个行业某个领域 最权威 对海军上将 包括你可能查的 对他是一个海军上将 最早飞越南北极的人 呃 当时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是在19 1946年 美国有一个 对理查德伊弗林伯德 对对对 这二哥这是这是真正查过的 对对对 全名就叫这个 我不记得他全名了 当时1946年 美国有一个非常非常 就对于他们国家的科技来说 非常重要的 这么一个庞大计划 就是探索南极的 这么一个计划 简称叫做高空降落计划 当时的主要负责人 就是我说这个叫做 博德的这个海军上将 啊 他后来是将军了 在这里面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当时这个为什么叫做 呃 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计划呢 当时美国总共出动了 4600人也不是4700人 4000多人啊兄弟去南极 这是非常在那个年代 194几年是非常非常多的了 一个庞大的运输都很难 这是第一 第二 呃三艘航母出动了三艘航空母舰 第三 护航舰那种所谓的什么巡洋舰 若干搜 所有的都由这个上校所指挥 然后呢 他们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就是探索人类不知道的南极 去在这里面发现是不是有我们 不知道的生物啊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发生在1947年 也是世界所有研究外星人的人 把它当做一个 教科书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的是什么呢 就是1947年的 呃 1947年的2月份 具体几号我忘了 1947年的2月份 反正情人节刚过不久 有一个事件 叫做消失的三小时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美军海军的这个上将 他在指挥了一场大型的就是大家从空中去观测南极 他们要勘测的这些东西的时候 返航的时候 有人说2月15号 具体几号不重要啊 叫消失三小时 所有喜欢外星人都知道这个事件 叫消失三小时 这是后来他日记里自己写的 当时是不允许公布的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呃 所有的人在勘探完了以后返航 所有的飞机全回来了 但是博德本人没有回来 所有人蒙逼了 联系联系不上 所有的信号失联 GPS所有的东西全部联系不上 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 过了三小时以后 就看到这个飞机完好无恙的降落了 然后所有的人问他 你去哪了 上校在回来以后 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联系美国总统 最高军方所有领导开了一个会 当时没有人知道会议的内容 但是后来他的日记 自己在后期透露了 他当时宣称他自己看到了外星人 整个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 我给大家复原一下 他说他穿越了一片云层 很厚的云层 但这个云层跟普通 我们见到的云层不一样 飞出这个云层的时候 他惊呆了 他在南极的上空 他只能看到什么 冰川 冰河 这些东西 但是他穿过这片浓雾以后 他看到的是什么 绿洲 平原 河流 然后 他飞越了一个大山 这个大山是跟我们正常人类世界 这个大山一样 仓绿就是全绿树的那种大山 这个他觉得在南极是完全不可能 所以他在那一瞬间他懵逼了 但是飞机一切显示正常 然后他往前飞 飞过这个大山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点他提到了一点 他看到了很多跟蒙马像 就我们现在人类推测蒙马像 应该长成什么样 他看到地上有很多类似蒙马像一样的物种 成群的在地上 就跟铅一样的这样 兄弟 刚刚我说了一点 蒙马像 蒙马像发现的地方是冰川 那为什么他胃里面 突然死亡的时候 被冰冻的时候 他的胃里面残留的全都是热带水果呢 所以我刚刚说这个 几只蒙马像被养在地心 突然两个人今天说我们来个探险吧 结果忘了带大衣了 忘了带雕了 他出去以后一下冻死了 这可不可学 兄弟我先问问 刚刚跟我说那人道不道歉 我说这些看是不是瞎说了 那我要瞎说的 我只能说 这个叫博德的 他自己瞎说 这是网上能查到的信息 先给我道歉 以为我开玩笑了吗 他只收指挥4700人 三艘航母若干巡洋舰 这样的一个人 在这逼打胡话 在这瞎说 好吧 完了这不是最重要的 当他看到这个项群的时候 突然飞机上所有的仪表 全部失灵了 飞机上所有的仪表 全部失灵了 这时候他很害怕 因为飞机开始急速下降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飞机变得平稳了 就是一切一切的通讯东西 没有恢复 所有的电子东西可能坏了 但飞机还在平飞 他在他的左边和右边 肉眼可见的地方 看到两架UFO 据他形容这个UFO 就跟很多人形容的一样 先不说他是不是精神病 先不说他是不是什么 他自己的日记中写到 他看到了两架 就跟电视中电影中看到的UFO 一样的东西 在他左右 紧接着他的无线电中 传来了英语的声音 就是说不要害怕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你将会平稳降落 我们将护送你降落 如果这是真的 那这应该是人类第一次 跟所谓的外星人 或者居住在地心的某一种 我们现在人类未知的文明 两个人勾得上 通讯上 知道吧 然后据他说 这个飞机降落了以后 他下来飞机 首先看到从飞碟上下来的这个人 有一个人就像是这个地方的管理员一样的 比人类的身高大概还要高50% 就是我的身高如果一米八七 他的身高大概是三米吧 就是不到三米 两米多将近三米 然后整个皮肤雪白雪白 就是一点点那个肤色都没有 像死了的人 这是他亲口说的 雪白巨白 然后用英语跟他进行 但这个人没有眼白 我们人类有眼白 哺乳动物中 所有的哺乳动物中 有眼白的动物很少 个别的狗 有的品种的狗没进化好的 没什么 或者有眼白 大部分的所有哺乳动物只有黑眼球 没有白眼球 感谢之一之二的爱妮曼妮 这个后面我再讲 这跟人类进化石有关 没有白眼球 然后很白 但他能看得出跟人类长得非常相像 而且这个人讲的是英语 他能听得懂 所以这一点说真的 我在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扯淡 就是外星人那个高文明应该 这个高文明我理解是什么 所有自然界中的所有动物 跟人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他们不需要语言的交流 自然界中所有不需要的东西都不存在 所有的动物 不管你是不是群居 蚂蚁蜜蜂等等那些有社会性的 他们全靠信号 身体动作 他们是不需要语言的 因为语言太过繁琐 全世界所有物种之中 只有人类有语言这个东西 而且还把它分成了不同语言 好吧 欢迎各个皇帝 欢迎各个座主 今天就听我在这单口相声 逼打呼啊 好吧 既然有人问到了外星人 今天想听外星人 我就跟你讲讲我理解的外星人 跟你听的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当他说这个说英文的时候 其实是跟我理解的外星人不一样 因为我理解的高物种文明 一定是非常简单 他不需要语言 但是也有一个可能 这个我后面再说 为什么 他见到了这个人说 这个人跟他说的原话是什么呢 兄弟 我翻译成中文啊 他说 我们大哥要见你 就这句话 我们大哥要见你 当时因为他作为一个将军 你知道吧 领导这么多人 经过战役等的那些 美国知名的这个海军少将 他没有害怕 他就跟着这个人去见了 到了一个房间以后 他看到一个巨长的桌子 在当年他没有见过这种桌子 特别特别长 然后他能够看到 在他视线所及范围之内 几十米外 坐着一个非常看起来 跟他一样非常白 没有白色眼白 非常苍老的老头 这个老头见到以后跟他说什么 你要喝咖啡还是要喝茶 好开玩笑 这点没说 他主要说的是什么呢 跟他说你不要害怕 你能够到这里来是我们接你来的 你正常是进不来的 是我接你来的 我为什么要接你来呢 我想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信息 我们这个人类 就我们生存在这里的这个物种 地心的 跟你们地上的这个物种 其实没有任何的关联 我们是两种物种 就你们是人 我们是另外一个物种 只不过我们长得很像 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关联 我们也互相不交际 但今天为什么要把你请到这呢 很简单 我想让你留个种 我们这的妹子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会生孩子了 想借你的基因看看能不能改良一下 好这也是我胡扯的 这也是我胡扯的 好没有没有 他跟他说我为什么把你请到这呢 是因为你们在日本 就不叫日本 就是你们在地球的表面表壳 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那个时候刚刚这个年份 你记着发生这个消失事件 三小时消失事件 是1947年2月份 具体几号我忘了 美国投下原子弹是哪年来的 反正就是很近的一个时间 我们突然发现到 你们懂得利用这种叫做什么 就是原子弹原子能 这种东西了 他们知道了 惊动到他们 1945年是吧 那消失1947年等于过了两年 他说我们发现你使用这种力量的时候 我们突然想起来 在我们古老的祖先的时候 就是在他们那个文明之前 曾经发生过某些事件 但他的他的日记里没有写清楚 大概的意思就可能是核能 或者是什么这种原子弹的能量 或什么东西毁灭了当时的很多人 所以他说我们很重视 这个事情 而且我们在把你接到这之前 我们派了很多的我们这边的代表 去各国世界各地 跟你们试图就跟你们的领导人 试图建议就是建建立起这个沟通 然后把这种我们的担忧去告诉他们 但是他们好像不感兴趣 就是对我们的建议完全不听 而且还把我们的代表 到有一个地方 不知道那个地方叫哪 好像后来 现在有可能是大概是可能广州 深圳那一块 说好像还给吃了 好像给做的有红烧 或者什么 这也开玩笑 这也开玩笑 这不是地狱黑 开个小玩笑 反正就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接这个博德上校来之前 他曾经派了很多的代表去 跟世界各国的领导人 其实都有过交流 这可能是为什么 我们在当时有很多国家 其实都有过机密文件中 包括现在已经公布的 都有过相关的这个记录 跟外星人 他们就说发现UFO 有民众发现 但他没有交流的 交流跟领导人如果交流 那有可能都是保密的 但是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老头说的是 他们不 根本不采纳我们的建议 所以我希望 你作为这个地表层的一个 算是一个代表 你来到了南极 来到这地方 我希望你把这件事情 去告诉你们的领导人 并且希望你们所有的 这些种族人类 能够注意到这个事情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 但我把它刷的复杂 当时就几句话 说完了以后 然后这个人就说 你可以走了 他就出去了 然后他的飞机 他原样从这个地方 护送他起飞 然后带他到 就是跟着他飞行这个路线 然后飞到一个云层 到这个时候 两架UFO就消失了 当他穿过这个云层的时候 所有的仪器仪表恢复正常 上面显示 离他基地的距离 飞行时间大概是27分钟 然后他顺着这个 就把这个飞回到他的基地 降落了 然后他开了这个会 这个在历史中称之为 消失三小时事件 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海军 特别有名的这个上将 南极科考战 都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这个理查德伯德 上将 少将 他 中间曾经在这个1947年2月份的时候 在一次侦查任务中 所有的人反访了 他消失了三小时 回来以后 当时开了一个会 没有人知道会议内容 但后期经过很长的时间以后 不是现在啊 就是之前很多年 这个人可能快死了或什么东西 他的日记他公布了 然后他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 他说当时是这么一个事件 然后人类才知道 但是官方否认了 说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他的日记中曾经写到 这些网上都能查到资料 他的日记最后 写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回去开了这个会以后 美国的最高领导 就是总统和这些人 都说他有病 就是都不相信 你明白吧 最主要的是 当时去的还不是他一个人 他飞机上 他开的那架飞机 后面还有一个飞机的维修机师 也同样去了 但是他的机师没有见到那个老头 他只是在外面等他 所以他也证明了他说的话 然后当时就直接跟他们两个下了封口令 说你们不允许对任何人提及相关的事件 回了美国以后 很多的人当时 就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传的这些人 有一些严重包括那个机师 都被当成神经病 直接关成 关到了当时的神经病院 这是真实事件 然后兄弟 你说这件事情他一个人可能作假 紧接着还有一件事情 1947年2月份他消失完三小时 大概就是他消失这件事情 他回去开会没有人听他的 大概过了一周多的时间 同样在南极参与这个所谓的高空降落计划 这4000多人有一艘非常有名的军舰 在海上的时候 所有的人在这个军舰上的都声称受到了UFO的攻击 而且在这场迅速的长达23分钟 还是27分钟的攻击里面 总共死亡63个人 美军死了63个人 幸存者就当时他们所说被关进神经病院的这些人 或者被控制起来的这些人 有些人就不说话了 当时的记录包括有媒体采访说的是什么 说飞碟以我们理解不了的速度在船 就是在这个航空母舰还是什么东西上穿梭 而且没有一点声音 所有的包括他们使用的武器就跟激光一样了 就是不是导弹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声音 当时总共死了63个人 经过这件事件以后 美国把这个当时出动了4700人去做的这么一个 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这么一个勘探南极的计划 放庭所有的军队调回来 这个将军后来在他自己的日记里是怎么写的 他觉得是他把警告带给了他们这种地球就是大呃地表的人 但没有人相信他 美军昨天承认了遇到月 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有人问 所以我才说的好吧兄弟 你不用说那个 然后当时回国他说他自己说他也接到了封口令 所以他没有说过任何相关的 只有最后到他晚年的时候 他的日记公布了以后 他在日记里写的是这些 因为他日记里有写 当时跟我一起见证这些 相信这些看到这些的人 都被抓到精神病院或者被控制起来了 他也害怕 而且飞碟在迅速攻击完 就是20多分钟的攻击以后 飞碟回去的地方消失的地方是哪的 不是飞到天上的 直接潜伏到海里消失了 出来的时候这个船也是在海上 飞碟也是从海里出上的 他认为是他没有把这个没有人相信他 所以外星人生气了 然后进行了攻击 当然这些东西你把它当做传说也好 你把它当做什么也好 我觉得无所谓 好吧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就是好像去年还是前年的有一个事件 就是美国有一个间谍叛逃了 然后跑到别的地方去那什么 叫什么爱德华史诺德 大家知道那个事件吗 就有一个挺年轻的一个美国人 他是接触到偷盗很多美国的核心 最核心的机密的那个 对对对对就那个人 你们去看一下他当时的记录 他曾经说过他看到美军的某些 这种NASA的机密文件中 曾经提及过这一场战争 就是死亡多少人 这次南极科探计划 然后包括什么东西 他在这里面他也看到过 这个是当时 当时没有人信 所有人都说这个人有病 对吧 不可能说这个人咋怎么样 或者说是有心眼的 或者说是这个这个胡扯的 什么博取关注的 这咱不管 但这是真事 对就这意思 但是这个东西我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有没有可能如果世界真的存在外星人 首先什么叫外星人 他不一定来自外面一个星球 他很可能就是当时在我们人类之前的高度文明 那他后来去哪了 既然我们人类现在都已经能能离开地球能那什么了 如果他的技术没有比我们超越太多 他没有超超到像星际穿越那种能够光速的话 那他很可能还在地球 他有没有可能在地球的内部 因为这些东西我们是未知 好吧 兄弟们先听到这感觉怎么样 你们先抒发一下自己的看法 然后紧接着我给大家讲 为什么我认为 这个世界上有外星人 我刚刚只是讲的 如果有他们有可能生活在哪 和历史上一些真实 我研究的时候 我感兴趣的时候 相关的资料 这些都是可以证明的 视频文件也有 你们可以查一查 我刚刚说的这些都是可以经得起 可能经不起推敲 你科学可以去否定他 但这些视频 这些人的口供 你没法去改 你只能说这人神经病 你说这人博取热度 你只能这么去说 你不能说这个人 他说的东西就是假的 你怎么知道他说是假的 有人说总结两个字扯淡 好 没问题 你看 说扯淡的都没牌子吧 说扯淡的都没牌子 OK 没问题 他们认为他们最聪明 他们贼科学 好 那我紧接着再讲 我问这些很聪明的人 刚刚就是说我扯淡的那位兄弟 我问一下 地球现在发现了多少物种 你知道吗 地球发现多少物种 地球现在发现的物种 一百多万种 一百 有人说一四万 地球现在已知的海洋 空中 陆地 我们所发现的所有的这些生命的东西 有一百多万种生物 好吧 但是这一百多万种生物之中 我们人类 所谓的我们衡量的标准 叫拥有智慧的生物 只有一种 就是我们人类 一百多万种里面 我们就是这一百万分之一 还有很多未知的 那么我们现在所学的所有的这些知识 大家在上学应该都学过进化论 近期可能物理学发展了 然后有人说什么爆炸等等那些 我们不说 人是怎么来的 那么进化论 人是什么变的 兄弟我问一下大家 咱们做点互动 你们学到的 人类进化论 人是从什么来的 师哥我就是奥特曼 我想打外星人 好兄弟 挖坑 买个铁锹 使劲往下挖 下不全是 都是圆 都是猴子 反正都差不多 好 那问一下 这个物种里面人类进化论 其实存在几个最大的问题 这是很多人其实都知道了 人类进化论最大的问题在哪呢 这一百多万个物种 为什么只有人就是猴子 而且就这一种猴 现在还没有了 进化成了人 而其他所有这一百多万种生物 他们都进化不了 鱼进化不了 鱼要进化了鱼人 对吧 蚂蚁进化了蚁人 苍蚁进化了蝇人 对吧 甲鱼不是王八进化了变成甲鱼 甲鱼是存在的 甲鱼是存在的 还给你们做过直播 这个是可以证明的 你知道吧 甲鱼 下次叫甲鱼就完了 为什么只有人类进化成这一种了 就人类如果真的本身就生活在地球 就是地球的生物进化而来的 为了生活进化而来的 为什么其他都没进化成 只有人类进化成 人类也没有刻意的去灭亡某一个物种 为什么 比如说美人鱼很美 兄弟 先不说这个 然后给大家说一个 很多人看过 但很多人不知道 都是误区的这个 你们看过进化论那个图吧 就是从 四肢行走的一个猴子 然后到一个一个一个 然后到直立行走 从小的时候我们去自然博物馆 老师带我们都看过那张图吧 看过吗兄弟们 那张图 我小的时候看那个图 一直有一个误区 我以为那上面画的是 就这一个品种的猴子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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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化之后变成人 我以为那个是我们的祖先 不断的进化过程 有谁跟我是一样 是这么觉得的 我到两年前我看一本书 我才知道 那个是一九六几年的时候 一九六五年的时候 一本书上的图 这个人是专门研究 这种人类进化 包括物种等等那些 上面的图上 原来有大概十四种 还是十五种不同的进化 现在好像剩十二种 还是十三种 上面除了最后一张 就站起来 完全跟我们一样 那个是人类以外 其他的所有的 都是这个地球上 已经曾经存在过 但现在已经灭亡 跟我们人类所相近的物种 但他们跟我们人类 一点关系没有 能明白我说的吗 我一直以为那个是 猴变成人 经过多少年 然后怎么怎么进化 到两只脚 到什么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图上写的是 已经地球上没有的 跟我们人类长得像 我们觉得长得像 但一点关系都没有 DNA各方面都不一样的 不同物种 当时发现有十四种 还是十五种 已经能证明的完全不一样 就灭亡了 但跟我们很像 而且最后的那一种 最接近的跟我们 是不是已经几乎一模一样了 你们不知道的 可以上网再找一下那个图 那是我后来才知道 我一直以为那个画图 就是告诉你人 怎么从猴子变过来的 后来两年多前 我看一本书我才知道 原来不是这么回事 而且这里面的物种 都是跟我们人类 曾经我们人类 所谓的祖先 同时期生活过的 那为什么我们人类活着 他们灭亡了 第十哥十一去哪 十一去马代 十一去马代 为什么 有人说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关于说 人类为什么存在 很多物种 为什么灭亡 科学家都是一句话 冻死的 反正所有 只要说现在解释不了的 科学永远是一句话 冻死的 全是冻死的 不穿衣服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有人 懂得穿衣服 懂得保暖 管你有没有毛 管你有没有什么厚的毛皮 管你有没有毛细口 没有 就冻死 要么就饿死 就这两种 不是冻死就饿死 然后说我们人类之所以成功 之所以能成为食物链最顶端 为什么 人类聪明有智慧 说人类会使用工具 人类能点火 人类会穿衣服 人类能怎么怎么样 所以在这个残酷的物种之中 然后我们活下来 但是这个里边有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人类 这我一会就讲到啊 就是你要了解这东西人类是哪来的 你先得知道一点 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一个理论 人类很可能是从外星被 就是我们是被监禁在地球上 就是想表达的科学家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人类的所有的器官 基因 我们的皮肤 我们的毛发 我们的所有东西都不适合在地球上生存 那怎么会最后进化出一个 按理说我们进化一定是如果天冷 我们毛就变多 对我们能预寒 我们气孔就变少 我们用舌头来散发那个 我们人类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散热 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生存 我们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不适合在地球上生长 但我们成为了这个食物链地球上最高智慧最顶端的 当时有一个这个如果你们研究过那个书啊 人类的起源或什么就是说什么智人等等那些啊 就是当时有一个叫做尼安 尼安德塔人还是尼安德鲁人 我忘了就书里面去写的 这个是大概在两万年前三万灭群 三万年前灭绝的一个高智慧生物 你如果上网搜一下他们的长相 尼安德特人 尼安德特人 对对对对对 那个书里面有写 你们上网也能搜到照片 跟我们人类长得很像 尼安德特人 对你们可以查一下 科学家说他们在两万年前三万年前灭绝了 说他们在那个时候灭绝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能找到所有尼安德特人的化石 都是大概在两万年前三万年前的化石 我们找不到说近一万年近几千年的化石 所以我们推断他灭绝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 他们在当时跟我们人类如果在共存的那个年代 他们是比我们首先强壮 其次他比我们聪明 为什么他比我们聪明 因为我们在分析了他的化石以后 我们发现他的脑容量脑的存储容量 1400多cc 而我们人类的脑容量只有1300多cc 你不要少看这100多cc的脑容量 这一个100多cc脑容量有可能差着200的智商 就里边我们可能差着一个达芬奇 我们可能里边差着一个爱因斯坦 也就是他们普遍平均智商 不能说比我们高一倍 但是他比我们高出一个大学 就是我还在上小学 他们已经大学毕业了 那一比我们强壮 二比我们聪明 为什么同时代时期他们没有活下来 而且我们发现不了他近期的化石 所以我们说他灭绝了 那有没有可能 如果他们真的这么聪明 他们在那个时候 几万年前就是变成一个高度文明 他们有没有可能说离开地球了 或者他们转移到了某一个 我们现在科技所不能理解的空间领域 又或者挖洞潜入到地表 地心 这些东西是未知 好吧 我觉得科学之所以进步 是因为我们对所有东西的未知 我不说他一定是 但是现在我们科学告诉我们 说他灭绝了 但他怎么灭绝了 一句话 冻死的 真的 科学就是一句话 冻死的 适应不了生态环境 适应不了地壳和天气的变化 要么就是说天上掉下来一颗陨石 所有人都砸死了 但人类就这么巧活过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类会奇门顿甲 你看 然后我再说几点啊 就是关于人类成为这个最高物种 一直就是现在很多人解释不了 当然就是大家一直在争论的主流话题 就人类 到底跟外星人什么关系 人类是不是这个地球上本来物种进化的 适应这个地球生态的 有几个东西 第一点 所有的动物之中 只有人类会直立行走 这个大家知道吧 特别是哺乳动物 有人说猴子也会 猴子只短时间直立行走 而且他那不叫直立 猫里腰 没有像我们人类一样能够直接适应直立行走 并且长期直立行走 跑 我们觉得站着可能是最舒服的 兄弟代鼠是跳 你是啥 水 那个 你要小学还没毕业 就别给我打字了啊 就别给我打字了 哎 是不是说多了都是类狮子鸡 没有没有 我鼻眼没好 我鼻眼没好 有人说鸡啊 鸡是 这个确是鸡是 但鸡没有手 就是 哺乳类 有四只 那鸡是哺乳类吗 大哥 咋的鸡喝奶啊 小鸡生下来 不是蛋 先生出一小鸡 然后母鸡把小鸡抱在这儿 然后说来吃奶奶 首先直立行走 并用手的 只有我们人类 猴子 猩猩我们人类所谓的祖先 他们确实也会使用手 但是他们用手干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干的是一些 可能爬树啊 正常的生活呀 但我们今天我问大家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人类是不是这个地球物种所进化来的 进化都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比如说 鸟从很大的身材进化成恐龙 然后变成很小的身材 变成现在我们能看到鸟 鳄鱼也是恐龙进化来的产物 这个大家知道吧 是进化论 你能找到他反祖的这些迹象 你能找到他所有的这些根本 那我问一下 猴子在什么情况之下 在什么样的天气或者自然环境之下 他必须强迫自己所有种族 进行直立行走 你就告诉我这一点 物种的进化一定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我为了我的物种更好的生存 所以进化 有些人说之前的树比较高 那我进化完了以后我能够更高的 但以前猴子会爬树啊 天气变天气变我为什么要两条腿走路 我四条腿跑的更快 人类你跑你跑不过任何四条腿的 大部分四条腿的动物 马 骆驼 对吧 斑马你都跑不过 我们两条腿行走 我们有局限性 有人说太热了 有人说因为要使用工具 兄弟猴子也使用工具 猴子为什么没进化成 两条腿站起来 像我们这样一直走 有没有一种可能 如果人是猴子进化来的或任何 我们之前如果是四条腿行走 可能只有一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要站起来 就是当我们要做一些劳力工作的时候 比如我们要搬运比较重的东西 比如我们要扛一些东西 比如我们要长时间利用两只手 这两只手要忙活 他没法着地 恰巧我们要么被锁住了 我只能两条腿站着 所以有没有这种可能 所以我们才进化 因为你看我们人真正说 跟猴子最大区别 说你必须要两条腿行走 我必须得搬一个东西 我得扛一个东西 我背一个东西 我共同怎么举一个东西 有没有这种可能 那如果这样的话 为什么我们这个人类 早期的这个祖先跟种族 我们为什么要搬重物呢 我们为什么要干力气活呢 那有没有可能是给外星人打工 有没有可能人类本身 这个种族是干体力活的 这是一个问号 你们可以 我没有说一定是怎么样 我不是科学家 兄弟咱就讨论呗 有人说解锁更多姿势 也没毛病 这种东西是细思极恐的 你知道吗 这是第一点 先说直立行走 为什么好好的四条腿 我直立行走 那我理解对吧 我得够一个什么东西 我长期搬一个什么东西 我怎么怎么样 这是一种可能 然后紧接着说 人类的肌肉问题 人类的肌肉问题 世界上所有的动物 在物种之中 蚂蚁能举起比自己重几十倍 然后这个动物能怎么样 弹跳力很高 那个动物它能够在水里面不呼吸 那个动物能怎么怎么着 我们人类的肌肉 从诞生下来那一刻 是我们最脆弱的时候 还有我们老年的时候 是我们最脆弱的时候 我们身体的肌肉含量 在整个普鲁动物界 在整个动物界 可以说是最弱的 最不堪一击的 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训练 我们通过不断的健身 我们通过这东西 我的肌肉才能保持到百分之多少 有人说这是垃圾道理 那个兄弟你上网查一查 我说的这个是近几年 有一些主流科学家提出来的 人类不是地球上的物种的 写过诺贝尔论文的 你可以跟他们说 你去乱说 这不是我的理论 好吗 我只是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之上 提出一个问号 有没有这种可能 去吧 你看我多少书啊兄弟 你过来以后 你以为我在这瞎说呢 这是经过科学证明的 我跟你讲啊 人类的肌肉只要不运动 我们坐在这儿 有没有人腿断过的 有没有人腿发生 就我经常因为腿会出现 那个滑膀炎股膜炎 我就走不了了 我必须得躺着 我只要躺着超过二十天 我的小腿 我的大腿 你明显两只腿 你哪条腿只要不用 肌肉萎缩的速度 是肉眼可见的 超快速 你打过石膏的人 就知道三个月以后 你的腿 问哪条腿折 人一看就知道 这条腿折 但你人类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把最接近我们的物种 猩猩也好 猴子也好 圈养起来 每天不允许他们做任何的工作 包括熊 我们不是有好多抓起来 什么从里面取胆 之前不有这报道吗 但是他的肌肉不会掉 熊可能会越吃越胖 猴子可能会吃得越来越胖 但他的肌肉 没有一种物种 像人类这样的 会这么快的速度 肌肉会萎缩 自然界中的很多物种 他的肌肉 就算他不运动 不奔跑 他的肌肉 依然保持着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的肌肉量以上 看过武松打虎这个故事吧 人类根本不可能 没有任何可能 除非你使用工具 打得过老虎 那全数扯淡 老虎的鼓密度 是人类的三倍 老虎的一爪子的力度 是一吨 老虎的肌肉含量 高达百分之八十六 你五六个人一起去 打一只老虎 你只能说 给老虎添口粮 你也不可能 打得过老虎 老虎是不可能 被三拳两拳捶死的 老虎的抗击打能力 老虎的所有这些 那都是真的 被那个武松打虎 等等那些觉得 人类有可能 怎么包括那电影有的 真的是虎牌 你如果东世界 你看看 你看老虎跟牛打 是什么概念 那个力量 五六个人打老虎 能给老虎撑死 没毛病 所以他们正常动物界 跟我们同样的属于 哺乳动物的 他们的肌肉是不会退化的 你把猴子猩猩 你把他关十年 他的肌肉含量 还是那么高 但是他会变胖 他会退化 但他的肌肉还在 那为什么我们人类只要不练 我们肌肉就衰退呢 必须要不断的去逆自然 我们要累自己 我们要强化 我们做一些 我们可能本来不想去干 我们大脑会觉得很累的体力工作 我们才能保持我们肌肉的增长 才能保 而且还是有 有顶峰的 我们如果不服饰 药物不打针 你看那些健美的 他如果不打针 不吃什么那个 呃 修行本身就是逆天而行 练武等等那些 所以本身也是这种 懂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这东西就是 大家可以去想啊 当然 然后 你看我们一出生 人类一出生 人类一出生 不会行走 不会爬行 没法自己去找石 啊 没法去这个 包括我们练到最强的时候 我们跑步 跑不过我们同样 动物类的 我们的视力 我们的嗅觉 我们的味觉 我们的所有东西 都不是这个自然界中最强的 就是你会感觉 如果人类进化到最后 我们成为食物链的最顶端 那一定代表我们进化 啊 人类最强的进化是脑子 是吧 兄弟我问你一下 人类的脑神经元 你觉得是世界上最高的吗 人类的脑容量 你觉得是世界上最高的吗 人类的脑中的比例 你觉得是世界上最高的吗 我告诉你 全都不是 好吗 海豚 脑的神经元 脑的这些含量 脑的这些东西 开发的东西 比我们人类高很多 不知道呢 可以看一部叫抄体 抄体里面说的东西 你可以看个动物世界 好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如果说脑容量的话 你可以查一下 很多的昆虫类 虫子 蜘蛛 脑容量超过80% 就是身子 只有80%是脑子 其他都不是 你能知道蜘蛛在想什么吗 还有我刚刚说的 跟我们人类同时代的 脑容量比我们高100cc 但是比我们先灭绝的 我们前面的这些 所谓比我们聪明的人类 类似人类的这些智能生物 你说这些 到底咱俩谁没看过书 人类是意外进化 加上各方面的几个 你拿意外去说是吧 那我今天再问你几个问题呗 你既然说这样 好吧 肌肉东西我不说 那我就说一点 所有的进化 物种进化来源 最终的都是一点 为了物种更好的繁衍和生存 这句话没毛病啊 兄弟我先问问 你们认不认这个 所有的物种之所以进化 一定是为了更适应这个时代 或生活能够让这个物种生存下去 对或不对 好能认是吧 能认是吧 好好好 可以 那我问一下 你知道人类的生育 就是人生孩子 首先 我们是所有相对哺乳动物里面 风险最大 男产率最高 生产时最痛苦 产量最小 狗一胎五六只 对吧 人一两个两三个 四个的很少见 而且人生产的时候的疼痛 如果有疼痛一二三四五的这种比例的话 女性生产疼痛是十 我们人类如果是人类整个生物进化中的过程 为什么我们生产这么难 这么痛苦 我们需要去医院 我们需要有人帮着接生 而动物都不用啊 你见过动物谁 当然也有动物也有难产的 这是第一个 当然你可以说哎 这第十纯属胡说八道 那我问一下 为什么人没有毛发 我们人类进化的那个年代 地球也很冷啊 我们随着可能说之前到冷 然后我们牵到了一个热的地方 所以我毛发没有 那我为什么有头发啊 我们头发为什么没有掉 我们如果说是为了更好的散热的话 我头发干嘛用 世界上所有的哺乳动物 它的毛发最长能长到 比如狮子 这么长 没有理发师 没人给他烫头剪头 耗毛 没有人给他剪发 但他的头发长到 就不长了 为什么人的头发 能长两三米啊 人头发长两三米 是保护啥的 你告诉我一下 是保护钉吗 护钉毛啊 保护脚啊 而且人为什么长胡子 胡子也不保温啊 胡子只能把嘴盖上 告诉你啊 不懂别瞎逼逼啊 这不还有人在这打字瞎逼 不好意思 他是打字的 狗也有 兄弟 狗毛一直长 能长两三米 你养的什么狗 毛狗 主要就靠铲毛 人进化队 我们之前很多毛发 我们那地方很冷 后来我们发现怎么使用工具了 我们开始穿衣服了 然后毛退化 没了 我们还会戴帽子呢 特别早 人类就会保暖 就会戴帽子 我们现在冬天出去 问题头发也不保温啊 我还是得戴帽子 你头发干嘛的呀 胡子干嘛的 你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呀 啊 北京猿人 北京猿人科学家 我们小时候学的时候 是在六万年前 还是在七万年前灭绝的 接近于我们人类 浑身都是毛发 但是他怎么死的 科学告诉你了 冻死的 那他这毛白长了 也不保温 然后我问你一下 那我们既然说 我们大部分的时期 地球的表面时期 都是相对来说 热一阵然后就变冷 热一阵就变冷 经过那么多冰河时期 我们人类为什么 所有的这个扑入动物中 我们怎么这么 散热这么快啊 人类的整个的体系 东西其核心就是为了散热 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烧 我们稍微稍微不正常 身体调节不好的话 我们就发烧 我们就发热 所以我们人类所有的东西 我们经常会出汗 我们吃个辣椒都出汗 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 但你见过说 这个大草原上 你随便找一哺乳动物 你找一老虎 你找一狮子 匡匡出汗 太热了 我这一身毛 我操不说了 冬天到了 出去了 直接裸奔去了 没有吧 所以 你很多东西 你只能说 我可以从科学中 找到某一方面的论点 但你不能说 他所有东西都能解释成 因为那也是科学家的想象啊 对吗 而且呢 你说人头发能长长 兄弟你嘎着窝的毛 我怎么没见着长三笔长啊 啊 你要嘎着窝的毛长三笔 那专门有一个理发里面 不光是洗剪追了 肯定还有一条 叫李叶毛多少钱 为啥啊 不是 你看地球的历史 大部分的时期是冷的多 还是热的多 是冷的多 没错吧 我们现在这所谓的建设这个社会 我们现在这个人类采用多少时间 不到一万年 一万年的时间 我们进化到这么 这么多东西都没有了 那你冷的多 为什么身上一点毛没有啊 有狐臭的毛长的更长 你们说啥呢 只有人需要穿衣服 动物不要穿衣服 对啊 人现在我们进化我们生意来的这样 包括我们爷爷 我们爷爷的爷爷 我们到清朝 我们唐宋元明经 啊我们再往前 我们到盘古开天地 画面上也没有毛啊 我们为啥得穿衣服呀 衣服这东西可不是自然的产物 衣服这东西不是自然的产物 衣服是人类智慧发展 后面为了人类 就是说能够更好的生存 所发明出来的 杀别的动物用皮毛去做衣服 孙悟空都穿虎皮裙 那如果我们人类是从自然进化之中过来 变成这个世界最高的这个物种 那为什么我们进化的这么不科学啊 这么失败 冬天你不穿衣服到外边你能扛寒吗 你扛不住啊 对吧 其次我说一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现在在干嘛 在交流 交流用的是什么 语言 自然界中有一种动物用语言吗 自然界所有的物种交流 有一种动物用语言吗 它们有自己的语言是什么 肢体 信号 最简单的 一二三 怎么回事 就完了 哪个动物你见到说 俩人两只狗开始了 这个狗虽然咱听不懂 你看这狗跟这狗先叫一小时 另外一个狗开始拿根笔夸夸在这寄 然后紧接着他也叫一小时 没有啊 狗永远一两句哦 忘忘忘忘 忘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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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句完了 都是短语 咱们还有语法 世界所有的动物 你不管是进化论 你不管什么东西 你知道一点 自然所诞生的所有东西 只要是大自然鬼斧神功所诞生的 代表这个东西有必要 有其存在的必要 有对这个物种种族生存的必要 但语言这个东西 可不是自然诞生的 有人说我们人类天生就会说语言 兄弟那为什么美国的孩子 你把他小时候放在中国 他会说中文 他不会说听不懂美国话 我把中国的孩子送到非洲 让他说非洲土著语 回来以后不会听中文 那这物种按理说 他自然就会说这话 狗小的时候也没见到谁 他从小就离开妈妈 你就给买走了 你也没见谁教狗说话 那狗怎么跟狗交流 黑粉没有人给他上过培训班 就专门开一个培训 叫黑粉是怎么练生的 该喷人的时候他自然会喷 这是一个物种吗 你觉得 兄弟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而且科学家有一个试验 我跟你说一点 科学家有一个试验 人类可不是天生会语言 曾经试过把这个人单独 就孩子生下来以后 单独把他关闭在一个空间 没有人跟他说话跟交流 给他吃喝 孩子过了一定的岁数以后 过了五岁 过了六岁以后 你再怎么教他 他都学不会文法 他只能听懂最基本的吃饭 来去靠手势 靠这些东西简单表达 他没法跟你交流 他没法熟练的表达一段 非常完整的这个语言 为什么 因为科学发现 人类只有到三到五岁左右 这个之间或者之前 人类才有学习语言文法的能力 一旦过了五岁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可能这辈子都学不会说话了 人类的所有天赋 人类的所有行为表现 爱画画 爱学习 爱跳舞 爱唱歌 爱数学 字壁 等等那些 都是在五岁以前 就能看出来 所有的天赋 他的学习期 都是在三岁到五岁 世界上有的种族 一辈子不会阿拉伯数字 他不会数数 你教他他也学不会 不会数学 不会计算 为什么他没用 所以这些东西 不是先天自然产物中 进化出来以后 你比如说任何的动物 没有任何人教他 任何的语言 但是动物在整个 进化的过程之中 他们能跟他的父母 能跟他们的群体 非常顺畅的交流 不需要任何人教他 为什么 那是自然进化的产物 他们靠什么 信息 气味 信号 动作 叫声 音调 你英语怎么学的 我的妈呀兄弟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你再不懂得 基本文法的运用 你是没法学会的 你要不然这样 你别质疑我了 那个傻子 你百度一下吧 你上网查一下 人类几岁能学会语言 你看看是不是有的人 如果过了这岁数 一辈子学不会 就是你能学会说话 简单的 一个字两个字 我们家狗 我说吃饭了 能听懂 出去玩了 能听懂 球在哪能听懂 叫他们的名字 他们知道自己叫什么 握手能听懂 趴下能听懂 握岛能听懂 能知道他妈是谁 能知道妈妈在哪 他能学会这些短语 他能知道大概什么意思 但他没法跟你交流 先天的哑巴怎么懂 因为他能听啊 我说的是 如果你在五岁之前 你完全不跟人类交流 然后你五岁以后 你教他 你试试 你说这都啥呀 兄弟 咱俩可能不在一个文化水平之上 我说城门楼子 你跟我说那什么头子 说啥呢 所以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东西里面 所有的动物在自然的所有动物之中 他们就是一个眼神 一个肢体动作 一抬腿 一个行为表现 撒泡尿 就知道他发情了 好 现在今天晚上邀请我去找他 我们人需要 哎呀 美女 先加个微信嘛 加个微信 哎呦 今天然后微信加完了 哎呀 美女 你这个最近有没有多喝热水啊 你知道他多不多喝热水 你好知道他是不是在生理期 紧接着你也不能问人 你发情了吗 你肯定不能问 哎呦 你交没交过男朋友啊 你现在是不是单身啊 你通过他单身的时间跟岁数来判断 他是不是到了求偶期 对吧 你不可能 我走 家里微信了 那你能撒泡尿寄给我吗 我想问问你的气味 你不可 谁这么谈恋爱啊 我一闻 知道了 过三天我再来 没有吗 不是你刚 我说着你 你这些人 我说着 你说那不是科学 你说那是文盲 你说那是文盲 你懂吗 所以 如果在进化论来说 我们人之前是猴子 猴子是不需要语言交流的 那我们因为什么 我刚刚说了 所有的种族进化是为了更好的繁衍后代跟生存 什么情况下会迫使我们这个猴子的种族 必须要发明一门这么深奥的语言 它还有地狱性 还不能让别的猴子听懂 然后为了我们种族繁衍 我们研究出这个 交给我们的孩子 方便我们去交流 其原因是什么 刚刚我说了 那直立行走 有可能是因为干重活 那人类为什么要干重活 那只可能被奴役 或者没有办法 那人类要发明一个这么复杂的语言 去说话的目的是什么 那代表我们必须通过画画 这些东西已经不够了 我们要通过一个复杂的 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去沟通 而且你要知道 我们人还有一个特有意思的东西 我们人会说谎 我们人会吹牛逼 为什么要进化这个功能 可能很多年轻人听不懂 你觉得人天生就会吹牛逼 人天生就会说谎 人为什么要进化出这个功能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在这个进化的历程中 说这两千年 这一万年 我必须得会说谎 必须得会吹牛逼 必须得会拍马屁 你就在这里吹牛逼 兄弟我不敢吹什么 有人看 有人刷礼物 有弹幕 你也试试 你开个直播间吹 你看给有人听吗 你这么有能力 你怎么不参加诺贝尔 你拿个诺贝尔奖 新闻都能看到你 为啥呀 然后紧接着那我再说一点 人类在整个的进化过程中 所有的动物中 谁会记录我 谁会记录我 人类之所以成为食物链的最顶端 如果你一定要归功于一点的话 我只能说 因为我们人类会记录 不是记那个走路的路 我们人类能把我们这一辈子 所经历的一些经验知识 我们觉得有用的东西 没用的东西 危险的不危险的 谈恋爱方面 生孩子方面 哪些包括不同的姿势体位 怎么样的男孩女孩 我们全能够用文字 我们大家能理解 甚至全世界能理解的方法 去记录下来 这是我们人类特有的 这是让我们超越别的物种 因为我们在肌肉上 我们在我们的器官结构 在我们的所谓的 在这个地球自动 如果不穿衣服 适应冬天的能力上 我们输给所有的动物 但动物有一点 生下来以后一个动物 他会使用简单的工具 比如猴子或什么 他可以根据他的妈妈爸爸 去教他 但仅此而已 但我们人类不一样 我们生下来以后 通过上一代的这个总结 我们能在最短的时间 学会最多他一辈子的 经验和知识 然后我们瞬间 有了这些以后 我们能够在这个基础上 用我们现在生活的 这个经验 把它翻新 而且是短短几十年 迅速翻新好几次 把每一个人记录的东西 在这个部落 在这个文明 在这个社会 这些东西 让一点点去记录下来 翻新下来 我们人类能够记录 所以我们人类才有历史 我们人类之所以能有记录 所以我们人类能有传承 我说中国是全世界 最牛逼的民族 为什么 中华文化五千年 其核心根本是什么 中华文明是一个 有传承的文明 我们的父母 我们教育孩子 我们从小应该怎么去教育 为什么要学这个 学那种 所有这些东西 这是因为记录才可以 我没跑题 我没跑题 我说的其核心原因 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我们不是可能 进化论所说的猴子 或什么进化起来 我们有没有第一种可能 我们本来是生活 你看我们人类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最后告诉你 我怎么没跑题 首先我们的自然结构来说 我们不适合冷的地方 我们适合热的地方生活 没错吧 兄弟这话说的没毛病吗 这话说的认不认 我们人类现在的所有进化 适合生活在相对较热的地方 不适合生活在较冷的地方 对吧 有毛病 来乾坤易道 你说一下 我们人类现在的这个进化 相对冰河时期 跟三亚来说 我们相对 适合生活在哪个 你给我解释一下 如果我们适合生活在较热的地方 地球在我们已知的这几十万年也好 等等的这些东西 有生命的这些演变而来 大部分时间是很冷 很多的物种之所以活下来 上古的物种活下来 是因为他们不怕冷 他们能够适应 他们进化了 那我问一下 我们人类有没有可能 是从更热的地方来的 如果真的有地心世界的话 地心肯定特热吧 如果我们不用工具 我们没有衣服的话 我们有没有可能本身就是一个 我们为什么散热这么好 我们会不会居住在地心一个 相对温暖较热的 因为科技改变了 所以我们人类很适合生活在那的一个东西 对吧 我没有太多的危险 我们也不需要进化那么好的 听力视力等等那些东西 兄弟地心热死了 那是因为人类现在对地心 你妈你可能是半来半截进来的 好吗 我前面讲了一个小时 告诉你地心是怎么回事 好吧 你不知道的 麻烦你自己去看个专题片 或者你稍微看看什么 我们的地球等等那些 你稍微了解一下 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东西科学家都没证明的 你上来就告诉我 不可能 科学家现在只是说 有的东西证明 这个东西应该是不可能的 但有的东西 你说的这东西 我没法目前没法反驳你 这是科学的态度 而且我们人类比较特殊的一点 我们如果直接面临紫外线的话 我们会晒伤 我们会灼伤 你按理说 所有的这些物种 生活在地球的 狮子老虎等等那些 不管他们有没有皮毛 或者什么东西 他们也不怕太阳 他不能那么一直直晒 但正常情况下 他也不怕太阳 我们还得涂防晒霜 我们还得这个那个 对吧 我们又怕冷 我们还不能老晒太阳 我们追求说 以白为美 天天女孩想着 怎么怎么美白 我们的这个 对吧 虽然能在水下 通过一些这个训练 然后我们能在水下 待一段时间 当然我们也有可能 水下生的 水下生物进口来的 有可能 为什么 水下生物相对来说 也复合 对吧 虽然没有林 我们没有皮毛 水下的生物 都没有皮毛 所以今天探讨的是 外星人的话题 我想说的是 首先外星人 有没有可能 根本不在 我们地球以外的世界 外星人有没有可能 就居住在 我们不知道的地球上 探讨的是这个 有没有可能 然后现在有很多人 提出来说 人类是被放养的 人类是被困在地球上的 人类就是个监狱 也有的说 人类这种物种 是水中进化来的 也有的说 人类这个东西 有可能是从 其他的进化来 现在各种说法都有 我没有在这说 人类一定是怎么样 只是把我知道 我学到的 所有这些 存在的问题 进化论中 所存在的问题 跟大家我觉得提出来 那人只有想 我提出来以后 大家有可能哪一天 谁证明了 对吧 人就是这么回事 人怎么怎么回事 但是你如果说 只有一个进化论 你听着这个东西 去听的话 你不觉得这个东西 有点单一吗 或者你不觉得 那这样的话 我们生活很没有 情 就是没有乐趣吗 有可能我们是最早的一批 那我们最早的一批 一定我们的祖先是谁 我们的祖先 是之前是这个地球上 就所谓的亚特兰蒂斯 这些文明的 甚至比他更高 是古埃及文明也好 是玛雅文明也好 是否有 到底有更高之声的 智慧收入 在我们之前呢 那这些不就外星人吗 有人说人类就是外星人 反正无所谓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 科学永远是什么东西 一开始提出来的东西 所有人都好笑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科学 证明不了 但如果不这样的话 人类怎么能进步呢 人类怎么能有电呢 人类怎么能住高楼水泥大厦呢 人类不还拿着石斧石毛 在那去做吗 我们人类之所以伟大 感谢二宝赠送了三个亚女文年 我想说这么多 我想说的是 人类作为所谓这个 目前的 已知的物种中 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 并不是因为 我们比动物强壮 也不是因为 我们比动物聪明 而是因为 我们人类特有的一些交流 记录 进化的方式 我们真正进化的 有人说脑子进化 你脑子进化不了 你最多是开发脑潜能 你脑子就那样 而且你利用出来的 就是这么一点点 在动物中 你就啥都不是 你跟海豚比 你就是个笨比 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够 说白了 我们能杀死海豚 对吧 日本不用专门 那个之前拍了个 国外拍了个海豚弯 对吧 就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自己去探讨 包括我刚刚讲说 那个真实记录的说 地心的人 不管这个少校到底有没有 这个将军 到底有没有见过 地心的人 但是他所要传达的 一个信息是什么 他传达的这个信息 很简单 就是核武器这个东西 到底会不会导致 我们人类生活上 最后灭亡的这个东西 不很多的灾难电影 最后都是核武器爆发 然后人类灭亡了 都转到地下居住了 科幻电影 为什么这么拍啊 存活下来 不都是居住在地下的人吗 只不过他没有居住的那么深 因为我们已知的 只有那些地方 老B 你这么敢吹牛逼 你能上百家讲坛吗 兄弟 首先你觉得百家讲坛 讲的都对吗 我不知道 邀请我的综艺多了 但我都没去 你如果关注我微博 你可以看看之前我上过哪些综艺 而且我之前导师在评判的时候 我是在几百人中直接拿第一名 直接脱颖而出的 你觉得我讲的东西 你觉得如果全是在扯淡的话 那可能导演都是傻子 好吧 评委也都是傻子 而且评委都是每年的冠军 怎么百家讲坛就是真的 百家讲坛讲的是什么 历史 历史是什么 他们之所以能脱颖而出 是因为他们讲的是他们理解的历史 而不是你教科书上写的历史 就这么简单 我今天讲的东西 不是你教科书上写的东西 是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东西 搞笑 那你要让我讲三国 兄弟我讲三国 百家讲坛 那他也讲不了啊 我之前讲过三国的 孙子兵法我也能讲 对吗 三国中 你凭戏剧中 然后你说李布怎么怎么样 但人家说的是什么 人中龙凤 马中赤兔 吕布在当时属于说是人中豪杰 吕布没有智商 吕布没有智慧 真实的历史中 你怎么知道李布没有计谋 吕布跟董卓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最后两个人 真的是他们两个相残 而不是他设计 想把董卓身边的人全都架空 然后他自己就称王 只不过计划被别人识破了 诸葛亮未出茅庐三分天下 这么厉害的人 能知道说刘备这个人掐指一算 或者算个塔罗牌 他能不知道刘备以后 没有当王的命 他能不知道说 未来可能是司马家族的天下 他为什么不跟着司马懿啊 江维这么厉害 能够识破诸葛亮的计谋 为什么蜀州不大将啊 刘关璋兄弟这么厉害 那为什么最后都没有好下场啊 历史这个东西 其优点在于什么 每个人有每个人 不同理解的角度 你讲你的角度 他讲他的角度 谁爱听哪个 听的人多 就觉得这个人很厉害 但他说的一定是历史吗 怎么你现实中 你爸跟关羽喝过酒 你妈跟张飞有过三角恋 你知道吗 怎么你家书上写的 四个字 张艺德 这不是四个字啊 张飞张艺德 屌大 怎么你家六家书啊 我跟你讲啊 真的 很多啊 我也不是说别的 我就说一点 我 我没有什么知识 但我从小到大 我学明白一点 我学了这么多宗教 我就了解到一点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 真理都是变出来的 你拿别人书上写的东西 你过来怼我 我说应该是这样的 我先问问 那个人是你的老师 他不是我认可的老师 你怎么知道 我教我的老师比他差呢 你说你认识一个大师 你认识一个高僧 你怎么知道我见过的 没他大 没他粗呢 你说的高 是你认为的高 他在我这不一定高 所以知识和任何的这些东西 没有好坏之分 只有相对而言 此时此刻 此情此景 我想讲这个 我想怎么讲 我明天如果想讲一个 人类就是动物进化来的 按照你那个理论 我也能给你讲一个 博导这些的 我说了最简单的 那你如果地心 如果存在的话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对吧 地震波是怎么回事 地震波 为什么从南头 传到最北头 中间没有流失 直接传导过来了 如果地心是空的的话 他一定力量就涣散了 他传导不过来啊 否决了 那我紧接着趴 我再否决你 我跟你说了 因为人类有高度文明 有可能他们在外面 建了一个地心保护罩 地心保护罩 由于不想让人类去发现 由于让现在这些 笨的人类去发现 有可能这个保护罩 就是由某种 我们人类所不了解的东西 能够有效地传导地震波 而不地减 那你再没有说了 那你说的这种物质 你说的这个能量场 它是由什么去产生的呀 我们已知的所有物质之中 它没法这么去传递呀 紧接着我跟你说了 结界 你的科学能解释吗 你听说过吗 我闹了个结界 我就告诉你结界 你们年轻人听不听得懂 结界 就是什么叫博弈 知识这个东西 或者讲课 什么叫做有意思 就是你说你的理 我说我的理 你作为中间人听什么 不是墙头草 我今天信你 明天信你 没有 你要通过两个人说的 你觉得他们中间 有没有共通点 找到这一个 你觉得是不偏不倚 最忠心的适合你的理论 变成你自己的 这才是真理 感谢我到底叫什么 代言你一万年 感谢感谢 所以别认为自己上了点大学 研究生 我以前的学生有 有那个专门就学那个叫什么 卫星工程的 来我这学什么 想学奇门论家 说为什么 说我就 我们研究这个呢 我觉得我就必须得研究这个 我觉得古人的这个智慧之中 跟我们这个很多对应的上 有人说共通点到最后狗屁都不是 兄弟那我再跟你说一句话 世界理论的高低 宗教的高低 其终点必须是一样的 这叫最高点 如果基督跟佛陀两个人坐在这说 唠嗑视频 佛陀在这说 我认为这个世界是这么样的 基督骂街了 世界应该是这么样的 那只有两个可能 要么有一个人是错的 要么两个人都是错的 就这么简单 顶点一定是统一的 终点是一样的 起点不一样 明白吗 殊途同归 这句话不知道你有没听过 还是孔子的一句话 武求其德而已 无于始无 同途而殊归者也 我跟这没文化的聊天 确实有点难 天天老觉得弄看两本书 看了个金平美 加了个玉补团 就觉得了解世间一切万物 告诉你 我知道人是怎么来的 全是靠什么东西 你得有个女朋友 你前提 你没女朋友 你学的那一切都白费 你那只是招式 你没有对手 对了 今天讲的外星人是吧 不好意思 I'm sorry 但是兄弟 今天听到还可以吧 因为没准备 你这一来 我说今天大家想听什么 对吧 你们非让我讲这个 那讲这个我没准备 讲成这样 兄弟你随便找一主播 你随便问他一东西 他能给你落两小时 说出他自己的理论 甭管对或错 你找一个去 全网你找一个去 百家讲坛你拉一个 告诉他 不做笔记 来你跟我聊聊 说了一晚上 和什么都没说一样 这就对了 如是我闻 明白吗 我说再多 我告诉你 这世界地球就是方的 有两个人信了 对他们来说 觉得哇 好厉害哦 改变了我的世界观 以后这个人 就是我认可的大师 98的人说 这人脑子有病吗 说他妈什么呢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就是喝了点假酒 不同的角度 观点不一样 没有对与错 我就是把我认为的 我学的这些 我觉得有意思的 变成大家能理解的语言 讲出来 老师给你讲 讲那些做而论道的东西 讲那些学术东西 你爱听吗 你能听明白吗 我最起码给你讲的 真实事件 普通话呀 我到最后没有告诉你 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我也没有告诉你什么 我告诉你历史中 曾经发生过 哪几个事件 感兴趣的话 自己上我查一下 有没有视频资料 有没有相应的 这个有关部门 在当时承认过 有没有相应的 当时的目击者 曾经承认过 你可以反驳他 但你不能否定历史啊 可以聊一聊 俄罗斯的地狱之门吗 首先我告诉你一下 聊到这 还是我刚刚聊的这一点 你不管聊地狱 你聊冥界 你聊风都 你聊任何的东西 你首先得承认什么呀 他们是不是 是地底世界 地狱在哪 地狱十八层 还有电梯呢 你把我之前讲的 都否定了 地心不能助人 地心太热了 没有任何技术 能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地球是实心的 好 那就没有地狱 咱俩聊什么呢 没有地狱 我咋跟你讲 啥地狱之门 火伤口吗 蹦进去烧死了 可以在直播间演示一下 奇门顿甲吗 我不敢演示 我怕被疯 我以前演示过 好吗 所以很多东西玩那句话 兄弟们 我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每天天南海北的跟大家看 稀奇古怪 古灵精怪的事情 跟大家聊 我不是为了说 证明我博学 或者让大家去相信我 我说的目的只有一个 这个世界上 如果多一种可能 你的人生 是不是有可能 多一种机会 多一种活法 很多人经常跟我留言 地狱我活不下去了 我欠钱或什么东西 那是因为你认为的世界 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那你如果紧接着 我跟你去讲 下期我跟你讲 死后的世界 我们目前能够证明 能够了解 有一些包括 宾死经验的 死后能不能解决问题 我最后给你总结完了 不能 我说一最简单的吧 我本来准备 带大家看那部片 那部片的核心是什么呢 你认为变成鬼 自杀死了以后就没事了 但你知道吗 不管在中国的神话中 在鬼片中 在泰国 在很多的这种 佛教记载中 鬼死了以后 可不是结束 是无止尽 没有时间 无限的折磨 你能感觉到疼痛 但你不会死去 你如果跳楼死了 你每天都在跳楼 而且你不知道 为什么而跳 你每天都在跳楼 每天都要跳 你不痛苦吗 你不痛苦吗 这个说法 你们听过吗 死亡以后 你一直在重复 你每天死的时候 这件事情 每天在重复 每天重复 听过这说法吗 那你还敢死吗 你就记着有一句话 我们中国人说 人生难得 活着 活着 是最需要勇气 最牛逼的事情 好好活着 那是在这个境界上的提升 首先你能作为人 父母给你生命 你能活着 这就太难得了 珍惜生命 好好活着 恐怖游轮 那是西方的 也一样 就其道理都一样 无限循环 因为死后的这个空间 一定跟我们这个世界的空间 我们所处的这个 是不一样的 那么三维空间 是有时间概念的 四维或五维空间 科学已经能证明 有可能那个里面 时间都不存在 那不就是地域 所形容的18层地域 永无止境的痛苦吗 在人世间 可能你要经过 几百年上千年 不断的在油锅里 炸等等那些刑罚 你在那个里面 没有时间的感应 你就知道 每天就是干这个 你也不知道白天黑夜 师哥得了抑郁症 真的很痛苦 我早期 也有点抑郁症 我看了医生 然后医生也 也帮不了我太多 但是这东西 我还是那句话 抑郁症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兄弟们 强迫自己多去特别热闹 人多的地方 能吃抑郁症 比如说 看足球赛 看篮球赛 为什么 现场你说你一语 往那一针 边上人跟你说 兄弟你支持谁 兄弟你说话 一会儿没事 这边叫 好 一切连三分球 牛逼 牛逼 边儿一个人过来跟你说 你怎么不喊牛逼 我一语 一语 你是不是支持对面对的间谍 你坐这儿 我不是 你赶紧给我喊牛逼 不喊牛逼揍你 牛逼 喊起来 牛逼 牛逼 跟你讲 慢慢的一会儿你就看 得抑郁症的含醉欢 牛逼 牛逼 哇 这个世界太美丽了 这世界太开心了 看球赛 原来能治抑郁症 知道不 你现场看过球赛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没看过的人 永远不理解 兄弟 谁现场看过足球赛 过篮球赛的 你就知道了 你永远 你 我说那画面 你觉得开玩笑的 你看过的你都知道 操 你不喊 边上大爷一直 一直坐着你 坐着个板 站起来 小伙子 你这时候 你站起来 你站起来 你 大爷 我没有腿 哦 就真的 知道吗 不喊 边上个股子你 快快 你沉浸在那个氛围之内 你不喊 你不可能 哇哇喊 哇哇叫的 真的都喊 我第一次看足球赛 给我看傻逼了 全是骂人的 周围 一进那个敌方 一进球 完了这边的 怎么一进 一传球边了 哇哇 一会玩是人浪 什么东西呢 我的妈呀 我当时就觉得 你别说抑郁症了 你哑巴在这 真的都能喊出声来 笼子你都能感到 那个震动波 知道吗 不断的冲击你的身体 打通你的七星八卖 抑郁症就算了 还没对 所以兄弟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 抑郁症 这病 以前都没听说过 以前得抑郁症 那是什么呀 大财 古代有没有抑郁症 肯定有 但是在历史中记载 这个人 大财 为什么 先是皇上派官员去请他出山 根本不跟你说一句话 然后皇上亲自去 不理你 皇上再去 不理你 最后求你 你到底怎么回事 我觉得活着没劲 啊 你说活着没劲 是什么意思 人生到头 一场空 一切 不过是过眼淫烟 哎哟 您是大财啊 您是 我请您出山 助我一力之力 贪日江山一统之时 就是您 封公要 太吵 闹他 哎哟 您这境界太高了 回家的话不说 下个圣旨 直接封了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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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人 什么什么国师 真的 我给你 哎 你看个历史书 你自己看看去 历史书里这种故事多得去了 你做总结下来 什么什么大财啊 什么鬼 什么什么什么 不就抑郁症吗 嫌吵嫌闹听 哦 一切一场空 啊 一切皆如那个梦幻泡影 啊 红粉骷髅 看到一女孩 穿着贼性感 哦 大哥我受伤了 我这里好痛 滚 哦大哥 你看你看我 封公 滚 众生皆如泡影 你不过是一具红粉骷髅而已 这不神经病吗 精神分裂怎么治 精神分裂唯一的治法 通过心理治疗 让你精神分裂出的人物 慢慢的合并成一个人 比如你四个精神分裂 你先找精神分裂出的两个性格 最接近的 最有可能融合的 把他们两个融合成一个人 然后最后你剩俩人 把这俩人再融合 融合到最后 消亡只留一个自己 真实的精神分裂 是有真实的治疗方法的 我前不久没跟你说吗 刚看完那本书 十二十四个比例 二十四个比例 也不是没法治疗的 只不过他那个分裂的 实在是太严格 太那什么了 但是他经过治疗以后 已经比之间好太多了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那个牌子都办不起的 天天在后边偷偷听我听课的 你也不怕遭报应 没事你点个关注 搭拦在这送个礼物 我也不说啥 你天天在这还讲不假事 弄个自有停留学识 你真有学识 你在这听我说 你真有能力 你挣大钱 就这时间 你不在夜总会 叫小姐陪你喝酒 你在这看我直播呢 你现实中 你干啥的心里没点数吗 你看 富也在吗 不在吧 你看黑嘎丑在吗 不在吧 为什么 喝酒呢 聚会呢 social呢 哪有时间啊 生命这么短暂 time is money let's go吧 所以我跟你讲 我这个人不敢说博学 但是所有的东西 我都喜欢研究一点 略懂 略懂 有的东西 我专业方面呢 我讲的 可能更硬气一点 非我专业的 首先我不是一生物学家 我也不是人文学家 我更不是历史学家 我今天讲的外星人 我更不是说这个探讨 说外太工的这个来物 我也不是天天拿着望远镜 监测这个的 不是 我每天干的事 你们自己都能看得到 我能给你讲成这样 你还要咋样 好不好 您多担待吧 好吧 5G网络 什么时候可以普及大众 两年吗 其实很快 什么叫普及大众啊 用上的话 今年就行 今年就行 现在先开几个城市 做试点吧 说的是 今年就行 我今天下午开会 跟那个 就是咱马上 我不是邀请 说两百人去那个 长安十二时辰的 那个拍摄地 象山影视城 做一个那个 六小时包场的穿越节目 我今天沟通了 也就还不能两百人 只能一百人 只能一百人 好吧 因为他那个总共这次先开放的只有两条街 两条街加灯会 我算了一下那个大小 如果两百人的话 有点多 会有点乱 所以这次微博 新浪微博 关注 那个第十最开街 我可能是在十月十五号之前 就要办这个活动 好吧 到时候我会提前十天发微博 然后邀请 所有东西免费 好吧 就是正常门票一千多一个人 就是你 反正不用你们出钱 然后大家一起玩一玩 就当是一个好久不见的聚会了 啊 现在买5G手机有必要吗 华为这次马上发布的这个手机 就是5G的 苹果是完全不支持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其专利核心技术都在华为手上 我这次肯定是要准备买一个华为 我觉得我先买吧 有备无换 这东西说不好的 没准明天就普及了 没跟你讲吗 我们现在这个人类的文明不到一万年 就有了我们现在这么高的高度 你怎么能知道在过去几十万年里面 没有比我们更高的文明呢 但是有一个特点 所有的文明 所有的物种 灭亡 可不是用了一万年灭亡的 可能只用了一天 一个月 是个很短暂的 物种的发展 繁衍很长的周期 但灭亡很短 所以珍惜生命 珍爱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 珍爱这个世界 珍爱这个地球 真的是这样 感谢 主院的五个四的爱你万年 感谢 感谢兄弟 希望大家每天过得开心快乐 就完事了 今天虽然是闹闲科 这也不算讲干货 我最擅长的领域是什么呀 封建明信这一套 不让讲啊 我要讲这个 谁敢质疑我 真的 我能给你怼到姥姥家去 我有底气啊 对吧 我在这方面付出了十几年的时间 我那个可能我就付出了一本书 一顿饭的时间 我没底气啊 但是没有对与错 就图大家一乐 好吧 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说真的 讲一个外星人 讲两个多小时 能让这么多人听着 还觉得挺有意思 还刷礼物 还弹幕互动 不容易 挺好的 总比我坐在这 念念弹幕 跟别的主播似的 感谢这个大哥 感谢那个大哥 有意思吧 感谢季高兄弟的爱你万年 谢谢 谢谢兄弟 感谢 感谢 苹果我已经订好了 22号回来以后 第一时间给大家做开箱 因为我22号从韩国才回来 后天就去了 然后还有当时抽奖的 所有那些 记得在被我房间 我禁言记录的 他只要中了抽奖 绝对不给他 绝对不给他 好吧 说不给就不给 我这个房间 因为抽奖太多 对 我马上开一抽奖 我刚刚看了下边 还有篮球呢 老婆开个抽奖 还有什么呀 下边 把那之前买的抽奖 你看还有什么 给他们抽点 被禁言的 我有印象 那个ID 是瞎他们打弹幕的 中奖全给我取消 就不发了他 爱咋咋地 金河家的苦笑 师哥能帮个忙吗 咋了 咋了 万一是误封怎么办 我跟你讲 企鹅不存在误封 好几个找我解封的 我都把ID发过去了 解封之前 我查了一下 他因为什么被封的 全是活该 永风他应该都 感谢我叶大军 这些兄弟 长期的支持 感谢兄弟 爱你万年 能帮金河投个票吗 你坐下吧 你进来以后 你干嘛了 过来以后 跟我说能帮着干这 能帮着干这个吗 你求人办事 最基本的理跟面 规矩你都不懂 你过来以后 这么一顿说 你是给你的主播 过来招黑来了吗 我不太懂 没明白 我去年中过一次讲 今年被女皇帝封他一次 短时间的封 有可能说 因为大家跟着开玩笑 带着节奏 啥的封一下 我觉得那能理解 有的说那话 说就是有一叫我解封 名字叫什么 什么那意思 只爱杨峰智 也不是指什么杨峰智 就是小智的粉丝 你知道吧 叫他妈 告诉我解封 我一查 说的那话 真的就那解封 你要在我面前 真的我把你有孔的地 全给你封上 不太存在物封 你知道吧 因为企鹅能看 那个他 就今天所有的 他说的什么字 能看到 哦 这么多东西呢 先抽一个这个吧 那个夜光的篮球 好吧 夜光的篮球 不叫夜光 不叫夜光 这个叫 炫彩的篮球 就之前网上爆火的 就是你拿闪光灯 你看啊 我给大家录一段视频 你转一下 OK 好吧 好吧 先抽个这个 送给大家 自己拿来拍摄视频啊 或者拍一段 如果你篮球打得不错呀 拍拍一个这个 非常非常不错的 先抽一个篮球 最短时间 我这买的抽奖东西太多 好多都忘了 盲盒 我觉得就算了吧 女孩没有女孩 别别别别 这东西都浪费了 哦 这是上次玩具展 买的一套 他那个 买的一套限定的 这个海鲜的 这个盲盒 一会儿 一会儿给大家抽吧 盲盒 同一 对啊 开一个抽奖 你先把抽奖开 哦 然后还有充电器 对对对 这个充电器还没那啥 这是 哦 不是 都是这样 哦 这个李宁 我上次买 给大家去抽奖的时候买的 中国李宁 他那个扇子 但这个无所谓了 这这这 这不是啥特好东西 我给大家抽的 尽可能抽的都是好东西啊 对啊 先抽篮球 最短时间 弹幕抽奖就行了 开动粉丝盘就行了 我不收大家钱啊 房间老规矩 不像有的主播 天天靠抽奖挣钱 既然告诉大家送礼的 就不可能那什么 我跟你讲 旺哥那个拍卖的 你如果看了就知道了 呃 前两 昨天 昨天我问了一下 最近亏了多少钱 光那一条 松石那个哥们 后来拍完了以后 好像确实是 就是说 那就留下吧 他觉得他确实 没有脸捡那个账 那条松石 我问了一下 成本将近20万 成本将近20万 当天旺哥一开心 结果 标了个一万多块钱 结果瞬间有人拍了 然后一下 争了一下 标到两万多 还是三万多 结果成交了 成交了 后来那个人联系了一下 跟就是他也说 他说那这个东西 就就就算了吧 就就留下吧 因为旺哥有时候喝完酒以后 确实有点糊 确实有点糊来 嗯 三分钟 嗯 最短就行了 对 好学的妈 啊 弹幕抽奖就行 对那天我在那上面 拍卖了一个屁 就我好奇 我说是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卖 我拿一瓶子 我假装放了个屁 然后我拿一空瓶放在那 我说兄弟们现在开始拍 这是我放了屁 啊 零元出价 一块钱一手 我的妈呀 我紧拦满拦就我都生气了 我说大家别出价了 因为你出完是要付钱的 你知道吧 一百九十二块钱 那哥们秒付钱 直接成交了 到现在那屁没给他发 再发 我今天跟人商量嘛 我说给他们寄一个 就大概一千多块钱 或两千块钱的东西 我今天过去跟他们说 我就送他当礼物 就一个屁拍卖一百九十二块钱 我都疯了 我每天还做什么直播 直接拍卖放屁就完了呗 我的屁一百九十二的话 扫子的屁至少一千九百二 一个屁顶我十个屁 浓度看得见 就是这个叫浓度肉眼看得见 我的妈呀 装道 祝帝师直播和事业越来越好 其实兄弟还是那句话 我的事业好不好 不需要任何人的祝福 也不会因为任何人的祝福 我的事业而变好 我任何过任何的节 我领证下面的评论 跟我说祝你怎么怎么样 我的意思就很简单 你过好你自己的 你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你过得越好 我觉得我越开心 因为我的日子 我一定会把它过好 懂我说的意思吗 兄弟们 我自己过不好日子 我在这跟你比比啥呢 我天天饭吃不起 完了那什么 我跟你聊怎么挣钱 我跟你聊社会 怎么交朋友 我跟你聊今天 那不纯扯淡吗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紧接着还有 紧接着还有 大漏 对 那房间我靠 但是还行 这两天 我看晚上 天天都是那个热推 第一第二 因为咱房间 他那个拍卖 因为可能 旺哥那东西 确实不错 你知道 人气真的贼高 后海直播报销 啥呢 没有他给我花了 花了超了三百 他怎么九百多 没明白 不是就三百吗 打车费 然后那个 说给你买个忍字 然后一共超了好几百 打车费可以给 保单那个经费 真的是 我不知道 我没明白 车费这些东西 我理解 你这经费是什么鬼啊 我跟你说三百 你怎么给我报 九百多 他说给你买个忍字 就超了 这应该完成了 这抽完了是吧 紧接着抽第二个奖啊 兄弟们 来抽第二个 这个跟那个一块抽吧 我上次去那个 一年一度最大的 那个潮流玩具展 买了一套 我不知道有谁 喜欢这种 限量的潮玩 他这个人 就是做的所有东西 都是海鲜 刺身类的 当时那个 做设计师在 大家看吧 买了一套 然后加这个 Polma的这个盲盒 好吧 123456 加这个 就七个 我一起抽 然后我随机把 这个算一个 然后这个呢 也别一个 有点太傻了 我觉得 123456 你俩吧 不是 你总共开三位 三位就是有一个人 随机给他发这套 有一个人 最起码你给他三个盲盒 一个盲盒58 三个最起码感觉快200块钱 这叫不抽奖 一个叫啥 还不够运费呢 兄弟们这是一个 然后等一下我看还有啊 别着急 别着急 我把最近的这个 对对对对 那个充电阵的那个阵法 最后几个 先先开这个 三分钟 全是最短时间给大家抽 对啊 不是我没明白 花几百块钱 给我买一个 什么鬼忍字 什么东西 这个我要问一下 因为我之前刚帮我家里人问完 你明白吧 十一钱肯定办不了 三分钟 对 兄弟啊 对对对 参与抽奖 参与抽奖 然后这个完了 等一下啊 这个闪电充电阵 下不下后几个吧 这个 三个还是四个 三个还是四个 那先抽两个 下一个抽这个啊 无线充电阵 现在大家的手机 基本都更新换代 基本都能支持 无线充电了吧 这就是正版的啊 就是网上那个 你插上电以后 放在床头 我们正常那个手机 只要网上一放 然后这个阵法 就从这个地方有音乐 然后开始响起那个召唤阵 然后所有的阵法 最后亮起来 之前在抖音特别火呢 没断货的那个 这是当时我买的正版 总共买了二十个 可能还没抽完 还有几个 所以一会再给大家抽两个 颜色随机发 可以 可以给他 再插一下 看一下 颜色随机发 这个月其实我马上 我后院因为去韩国了 韩国当时我看看 有什么东西 能给大家买的抽奖 应该还挺多的 但韩国妹子不让带 来兄弟们看一眼吧 关东吗 关一下 看到吧 把手机晚上一放 好吧 非常中二病 非常炫酷的 这么一款充电器 没多少钱 正品的卖 也就是几百块钱 但是一番心意 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开心快乐 还是那句话 所有在我房间 你默默良心说 心怀不轨 然后牌子不半 完了啥也不那什么 没事找机会 老要落井下石的这些人 你但凡参与我的抽奖 全家暴敌 你可以抽一试试 你可以抽一试试 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 能量是可以传导的 知道吧 哦对 他这有牌子才能抽 没牌子咋抽 感谢高哈哈兄弟 带你万年 感谢兄弟破费了 一会儿再抽一个阵法 一会儿再抽一个阵法 因为有这种人 你知道吗 我贼这么烦 还有那种零级 也不一级带着我牌子 然后天天在别的房间 说着都什么鬼一天天呢 你来喝水吗 我再喝点 我最近看了几部好电影啊 想不想给你们推荐一下 但这片你们得搜资源的哦 棒子确实有点东西 真的棒子拍的片 确实最近深度有点高啊 可以是吧 先给大家推荐一部 你们先看吧 叫极限逃生 EXIT那个片叫 普罗中了吗 恭喜普罗 恭喜DJ 这是咱房间真爱粉 给他们中 你别说这个了 抽手机的时候 真的如果他们能中 我就开心死了 iPhone的时候 到时候你们能中 我就开心死了 怎么抽奖 这有牌子都能抽 弹幕就能抽 也不用花钱 然后学生们 那个 再开一个 那个 充电器呢 开两套 对 开两套 感谢Jeff的 又一个爱你满年啊 感谢感谢感谢 师哥我中过 你送的衣服太帅了 爱你卧槽兄弟 你没看我最近买的 这批衣服 帅炸了 全是外套 有一套MasterMind Japan的 我太帅了 牛仔服 五牛仔裤 纯金的丝线 今天刚到 等天冷了 我给你们穿着看看 最近买了不少衣服 都都贼帅 我觉得 今年秋冬装 设计的还行 先给我们看看呗 行 等一下啊 三分钟啊 三分钟 三分钟 这牛仔扣呢 行 就在那里 我给你拿 大刺绣 大刺绣 牛仔服 这是外套 然后 纯金线 MasterMind秀标 就跟那个管理委员似的 你知道吗 那种感觉 MasterMind 然后这个配一条裤子 看到吗 一条牛仔裤 牛仔裤特点是一个是这儿 一个是大 然后他骷髅的小标 看到吗 藏袋扣着 最牛的事 看到吗 夹两件 感觉像穿了两条牛仔裤 看下来吧 两条 然后 整个裤腿 刺绣 绣标 这一套 帅诈了 配一个黑靴子 没脑收起来 最近好多 买了好多衣服 特帅的 还买了几双鞋也特帅的 除了那天开箱 那个过两天 过两天给你们看 我都不明白 抽奖为什么会这么多人 你说你看直播 抽奖 中的这概率 说真的挺小的 正常看直播 你就不为了图个乐 图个乐 然后学点知识啥的吗 学这东西 最主要你在现实社交之中 哎呦 你要说的一点又没有 真不可能没有用 你明白吗 就刚刚我聊那些东西 你吃饭的时候 跟人聊了 谁不懵逼啊 感谢普罗戴尼万年 谁不觉得你有才华呀 真的是这样的 我自从给你们做直播 我学的这些知识啊 我在现实中跟朋友 或者跟不认识 第一次见面 人都说一句话 我靠你太剥削了 然后兄弟们 抽奖同时 来 给旺哥提提人气 之前有好多 错过那机会的啊 兄弟们 真的是剪漏 扫描截图保存二维码 下载那个叫 微拍堂的软件 然后直接就进入那个直播间 叫淘气阁 每天12个小时 现在应该就在拍呢 现在应该就在拍呢 我一会下播了 你们可以看一看 每天晚上 真的你自己看看那弹幕 跟每天拍出去的东西 市场上万块钱 几万块钱的东西 你如果真在那里边 如果剪漏剪的好的话 没准一千多 就能拿到手 后面肯定没有这种机会 每一天 大概得有十几件重器 然后还有那种免费送的 上次免费送的东西 我看了一下 每件也得大几千 一直在拍 最近人少又能剪漏了 没有这两天人挺多的 这两天人挺多的 兄弟们 你如果喜欢温暖 或者了解温暖 包括你甚至说想开这种店 你自己家里有温暖 懂的人啊 兄弟你来看一看 你自己看看货好不好 旺哥主要是什么东西 挣个人气 家里东西几个集装箱 实在没地儿摆了 当时买的时候 可能这东西几万块钱 现在真的都是零元起拍 很多的东西 真的可能是几百块钱 一千多 最贵的也就几千多块钱 全部都能到手 有懂的兄弟 或者家里有老人的 喜欢懂这种的 喜欢个什么猪子呀 菩提 而且所有的杂项类 你没有一个房间 能像旺哥这么专业的 什么东西都有 吃喝玩乐 火鸡火折子 菩提 佛珠 松石 除了玉器不做 为什么呢 玉器水太深了 骗子太多 那真的 玉器这个东西 不怕你问价 就怕你不问价 你只要问完价 不怕你还 多少钱都是成本 好吧 兄弟们 而且还有那句话 你在别的地儿 可能买到假的 旺哥这 假一罚万 假一罚万 所有的都可以开 鉴定证书 这旺哥这东西 随便拿出一件来 不敢说是 在这个行业内 怎么怎么样的 但是真的 机会难得 懂的兄弟在那什么 每人新账号 每天只能出价 好像十次 也不是几次 然后有 有那种瞎喊价的 把价格抬高 自己拿完以后 不付款的 一次直接拉黑 永远不能再拍 感谢天生乐观 派的爱你万年 所有的兄弟考虑好 真正懂这个的 喜欢这个 想买点礼物送人的 兄弟扫描截图 这个二维码 先截图 然后识别图 二维码就行了 最近文爸爸 对房间里 最近不少人 都在那参与着 几个皇帝也是天天 好了 就在这了 感谢大家了 好吧 兄弟们 截图保存 有钱的 捧个钱场 没钱的 捧个人场 但是还是那句话 昨天 我昨天看了一下 阿静 一个人买了十几件 你所有在那买过东西的 拍过的 拿到过 食物的 你拿到过那个东西 不管你出价 多少钱拿到的 兄弟 自己在房间里 跟我说一下 你觉得便宜不便宜 捡没捡到漏 我可以进你 那个裙吗 我那个裙 粉丝盘 8G以上都能进 加那个QQ690384个6 就可以了 师哥最近我上心吗 我淘宝还要再等两天 那个耳机做的那个 我这次拿过来又不满意 虽然是度了一个斤 据他们难看 我又拿回去重新做 跟我做那个 我再跟你说一遍 你们做这个的点 就在于说 你们有效的去利用 你们这个钱 你要下次再这样的话 他没法做了 好吧 你吃饭 正常你花多少钱 无所谓 我这直播 我给你规定了 就是这样 你要的就是在这个里面 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你解决不了 那你这叫啥节目 这帮孩子 报销了 报销了 还多给了一百 你不给人报销 人挺辛苦的 咋说呀 明天吧 明天帝王套 我让他们做个户外 晚一点 十点钟以后 我让他们找个餐厅 吃吃饭 跟上次似的 陪大家喝个酒 感谢兄弟 赞送来你万年 感谢 感谢 他们是故意的 就是不愿意做户外 兄弟 我不是傻子 我还是那句话 我这个团队 谁都不缺 那天泰罗来了 我们没直播吗 我把他从基地叫过来了 我那天直接让他走的 我的群里都直接就炸了 我直接跟他们说 二十分钟以内 把他给我赶出基地 我就不想再看他了 结果他们把泰罗带过来了 带过来那一天 我正好在旺哥那玩那拍卖的 第一天嘛 第一次去看 玩嗨了 结果来了以后 我气消了 打了两巴掌 完了后来 旺哥也拦着我 我就说算了 给他们又重新 又讲了一遍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其实这个团队 你如果只是为了完成工作 有谁没谁都无所谓 但你如果不为你自己 人不为自己去奋斗 谁帮你着急都没有用 你明白吗 必须把这个直播间 当成自己的直播间 把你们的 把每一位观众真的当成 他们自己的衣食父母 这样的话才 你先要有牺牲 你先要把你的这 这一两年 你先要堵在这 付出了 你才可能能够收获 但那两天 确实泰罗有点膨胀 骂我 无所谓 我是不生气的 那天我生气是 骂我淘宝店的员工 说他 他不听 怼人家 完了紧接着 房间里我不知道谁说的 完了还骂观众 一次就算了 紧接着还骂第二次 但是兄弟我帮你们出过气了 我帮你们出过气了 惩罚过了 泰罗那天来了 我打了两下 但没太使劲 小孩 旺哥上头了 相信 旺哥上不上头 都无所谓 我只想说一点 这些年 身边兄弟交了不少 能认识旺哥 我很感激 然后旺哥说真的 这两年 文文市场不好 大家应该知道 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怪癖 就是你一旦买这个文文 你买 比如说你每天习惯买五万 你不管有钱没钱 你每天你最起码你得买一万或五千吧 要不然你看你好东西你难受啊 他只买他不卖 这是最大的问题 后来我看他弄这个 我就说你甭管好坏 最起码的一个东西 你这东西放着在这个市场 在这两年 现在是低谷 你反正也出不去 你拿这些钱 你不管是低价卖掉的 还是人家简陋 你第一 你挣个人厂 挣个名气 其次你把这些钱拿来 然后你再买更好的 等文文市场回暖的时候 你不这个钱又也那什么了吗 所以是这种做法 你看 他这个拍卖才做几天啊 那个微拍党已经好几年了 他这几天 等于就是目前 就是我在的那一天晚上 可能从弹幕 从成交量 从什么东西 在那平台应该能排前三 证明什么 而且好多别的平台的人来他这 就是别的房间的人来他这进货 现在国家开始支持文文了 以后不切过 经济不好文文永远不会好 执意你知道吗 这是最难的地儿 经济不好 谁支持都没有 人手里有闲钱 才可能说这个东西才能增值 人连老百姓说真的猪肉那么贵 我可能连猪都吃不起了 我怎么会买个可能什么 这个石头什么东西放家里 那没法当饭吃 这市场就是这样 以前在北京城 本网多了说五年前 人手一个核桃 所有你只要说你是玩IT的 你手上不拿个核桃 这不带个那金刚普提 兄弟你是IT圈最底层的 程序员你可不配 真的你可能是给程序员打扫卫生的 我说到我不知道有没有兄弟感染过 你知道吗 五年前 我那时候买一核桃 我看中一对核桃 13万 咬着牙 因为核桃我觉得太贵了 咬着牙买的都 现在那核桃 13块都不一定有人要 那核桃找不着了 放哪 忘了哪给丢了 真的 那时候买把扇子 最起码得8到10万块钱 我送小智那把扇子5万多 我买了几把扇子也都挺贵的 你现在 还是那价 扇子没掉价 没有人买呀 除非卖郭德纲 卖这个真正奖的 说相上的 这一帮人特别认扇子 郭德纲手上的扇子有点东西 值个几千万 郭德纲手上的扇子值个几千万 只割数20多万 那扇子 反正我买的时候成本5万多 从旺哥能买 市场价20多万有点夸张 十来万块钱嘛 应该 所以我跟大家说 现在的核桃 还不如你的屁之前的 真是这道理 所以真的这个东西 你说今天他之前 什么东西永远保值 黄金永远保值 经济越差 黄金越值钱 这确实是实话 所以兄弟们 我还是那句话 兜里没几个钱啊 就是万哥那直播间 你看那东西也是 你别瞎出价 你真喜欢 你了解这东西 你知道什么是蜜辣 你知道什么是琥珀 你知道什么是蜜包了 对吧 你知道这雕价是怎么回事 谁雕的 怎么个雕工 你知道现在最低的时候 这蜜辣市场价格 你得知道多少钱一克 你衡量完了 你才知道你买这东西 什么叫只赚不赔 好多人瞎喊价 喊完以后也不懂 觉得这东西怎么怎么样了 但是大部分的东西 我看了 就是现在哪怕是 闻完最低的这个时候 你那价格拿过来 真的必脸你挣钱 必脸你挣钱 真是 你就跟那天有一串 南红的一个雕价 观音脸的那个 我也不知道谁拍 我当时刚去的时候 观音脸那个 顶级料子 宝山料 然后满肉 拿灯打 一点都不透 满肉的 非常红那一个 成交价格好 两千多也不三千多吧 那牌子 我说实话 你就现在这个市场 你没有一两万块钱 那牌子你根本不可能 买得到手 不可能能买得到手 但是你说 你拿这牌子 说马上我出去 可能小地方 我马上卖了 也不好卖 但北京 但北京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什么东西 首先自己喜欢 别老想着 投鸡刀把 投鸡刀把 买完了 左手倒右手 然后卖 净挣多少钱 但是我听说什么呀 他们不有个群吗 说那个群里边 有几个 好像是什么 完成的 什么进货商啊 也不是什么 有的他们在直播间 看着觉得价格挺低的 被谁拍了呢 可能他们私下联系 那意思说 我给你加个几百块钱 你卖给我 你要想这么挣钱也行 但这个东西 你自己还是那前提 你别光拍 你得学 你得懂 我那天跟他们讲了 我说你这么光拍 没有任何意义 你得传播中国文化知识 你明白吗 你得这东西以后 你真的说给人讲 人知道买了你这东西 到底怎么回事 这样 你才能说这个东西 慢慢的 我才能知道 什么叫好 什么叫坏 你要不然出去一样那天 文丸市场真的 这 太乱了 特别是玉石 我跟你讲 文丸千万别买玉石 你就直接收了就完了 那正常甲鱼 他们打车 我也多给钱 二大还说 你就多给一百块钱 说我是跟他们分类啊 还是自己留着 自己留着算不算贪污 这都是孩子都想啥呢 我这 刚刚有一说 没扫上二维码了 给给再扫一下 你先截图吧 向山电视城 十五号之前 十月十五号之前 今天刚开完会 他们回去写剧本去了 好吧 这次邀请一百人啊 不是两百人 两百人有点多 Uzii那个项链多少钱买的 Uzii那项链我送的 几千块钱吧 两千多块钱吧 两千多块钱 Uzii那狗稍微贵点 Uzii那狗五万块钱吧 不到五万 还是五万块钱 我忘了 截图 对 一会儿识别图 变中二维码就行了 想学的 想了解的 对这行业有一定信心的 想买来送领导的 过年过节了 说送点什么东西 性价比高 还不丢面 最少的钱 办最多的事的 一点毛也没有 而且你弹幕直接跟他说 你想需要什么就行了 旺哥那几乎应有尽有 这我能保证 其他我不想说了 对 店铺叫陶器哥 截图 就行了 彭哥懂得挺多的 彭哥懂得真没我 你看我那天去给他们讲 卧槽 真的都给他们听懵了 蒙马像 你说讲蒙马像 我今天讲这东西 首先你说蒙马像 生活在冰川时代 你说长毛 扯淡吗 蒙马像肚子里都是热带的果子 刚给你解释了 蒙马像是外星人养殖 外星人吃的肉食 主要的主粮 这他妈是外星人的产物 你能当地球人的东西卖吗 你就这么一说 全懵逼 师哥全民过后 刚找到你 一直喜欢你 感谢兄弟喜欢 又上角点个关注 能力许可的情况下 六块钱半个牌子 换季啊 有鼻炎的人是真他妈的难受 但是我这两天好多了 你知道 没有前两天那么严重了 这要三小时只能喷一次 我还不敢老用 好吧 他有牌子了 是吧 OK兄弟 还是那句话 感谢各位医师父母 没有各位的台 我还是我 我还是我 我在直播中 我永远不会通过直播 找到说一个 我这么开心的事情去做 所以还是那句话 为了回馈大家 我唯一能做的 做更好的节目 带大家去看 可能大家没有去过的地方 采访大家想要去看的这些人 或者是 看看这个世界 看看我们的祖国 到底有多么的美 了解人文 不出门 能知天下事 关注企鹅五个四 这是我唯一能说的 欢迎包总 包总你老是瞎溜达啥呢 包总 能说下看书这方面吗 兄弟 你看我每天看的书 没有一个是同一类别的书 没有 五花八门 书这东西没有好坏之分 什么时候用得上 你不知道 对吧 你就跟你看外星人这个 这知识什么时候面试能用上 说你了解外星人吗 你来我们的工作 没有 所有的这些书 看完以后 只有当有人问这问题 当说到这的时候 你才能知道 这个知识怎么用 好吧 用什么扫 就你截图完了以后 你单打开那个照片 你打开微信 扫一扫 扫一扫 然后从照片里面扫 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下载那软件行 我多的不说了 然后今天也播了 两个半小时 三个小时 我觉得嗓子还是痒一痒 因为后天就去韩国了 韩国我肯定要多播一会儿 我要去看一首 体演唱会的时候不能播 然后我录点视频 晚上吃饭 平时起来 包括住的酒店 包括带你们去那边 现在年轻人去的街 咱们可以看一看韩国的变化 这都没毛病 兄弟们 但是重中之重是什么 马上 祖国要过生日了 在这里所有人给我一个弹幕 中国牛逼 生日快乐 就这句话 好吧 马上十一了 在家好好的看那个阅兵 比什么都重要 师哥衬衫什么牌子太帅了 你看不是我粉丝 我前不久做节目 三里屯 哪个衣服哪买的 他们都知道了 我多都不说了 兄弟们 然后帝王套准备接播吧 我看看一会儿 现在时间早 我不行 一会儿我去旺哥那转一趟嘛 我过去转一趟嘛 他们拍卖应该拍到12点 我想给他们讲讲 某马像这知识 让那个平台的人也听一听 好吧 然后多支持帝王套 兄弟们 最近还是那句话 暑假过了以后 人气还是比较低 如果你真的喜欢看游戏 你觉得帝王套还不错的话 跟他们有点感情的话 支持他们 同时也是给帝师连 在这帝师想说 真的感谢各位一师父母 无以为报 只能说给大家更多的福利 抽奖 聚会 节目 仅此而已 有机会能请各位 面对面的吃个饭 我觉得此生无憾 好吧 然后在这里提前 也祝大家 今天过生日的人 生日快乐 心想事成 梦想成真 然后在最后 一只穿云剑 千军 万马 来相见 兄弟们 开心快乐 帝王套接播 好吧 帝王套接播 兄弟们 拜拜 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